一滴血而已 居然带动天地大势 滚滚而涌 让大漠沸腾 沙浪拍天 所有人都在战里 一遇百万大军 全都跪伏了下去 进行膜拜 刹那 域外诸多星斗都在摇动 整片大宇宙 都要振星号星号起来 那种威势不可想象 汗天动地 岁月长河跟着浮现 一滴血而已 就造成了这般无法理解的恐怖景象 所有人都知道 那是抑郁的无上强者演绎的 真身过不来 洒出一滴血 跨过天渊 飞临这片战场中 一滴血 晶莹欲滴 绽放五色不朽之光 滚滚而来 看着很小一滴 但是气势磅礴 压得乾坤轰鸣 要崩溃了 地关 城墙上 许多人胆寒 哪怕有巨城可守 难以攻破 众人也惶恐 神魂都在不由自主地站立 我就知道 孟天正惹大祸了 我都已经谈好条件 他还出城 今日若有大难 他将是千古罪人 金太君说道 至于各族修士 包括精细人马 杜家等 都早已说不出话来 那种恐怖波动 让他们一个脸色苍白 许多人都觉得 不朽之王是不可战胜的 万一他们真的动身过来 城破了怎么办 应该 不会夸戒吧 一些人颤声道 这是杜家的大统领 跨界与否 一直是五五之术 就看他们的心意了 金太君手 主着墓障说道 地关前 出城作战的地关修士 自然也都面色发白了 虽然说他们很勇猛 无所畏惧 但是那种压迫 让他们身体难受 哄 几件仙气发光 隔绝外界 绽放出一缕 又一缕白雾 那是仙气在弥漫 守护了他们 然而 那滴血也发生了奇异的变化 迅速放大 如同汪洋一般 席卷了天上地下 迅速而来 铺天盖地 仿佛世界末日来临 震撼人间 所有人都惶恐 难以抗拒 域外 一颗又一颗星体 都在跟着战力 在抖动 肩要解体 要在这一刻崩开 一滴血 居然造成这种 要灭食般的景象 怎能令人不畏 不朽之亡 这一刻 一遇百万大军 鼎礼膜拜后 全都高呼 他们激动 神色疯狂 带着静养 还有无比的崇敬 仰望血海 五色血液号 星号星号 真的如汪洋席卷来 淹没这里 铁蝎战旗 不复苏 更待何时 孟天正站在那里 一招手 将那面破烂的战旗 取到手中 一声大吼 而后猛力将它制出 破烂的战旗 宝经岁月席里 带着万古的沉重与沧桑 滑得一声卷动 朝前方飞去 而后不断放大 到了最后 它抖动起来 原本暗淡的旗面 发出盖世的杀气 滔天而上 滚滚沸腾 大旗横空 如银河翻卷 烈烈作响 绽放出刺目的光 上面有血迹 虽然过去了一个纪元 还未彻底干涸 因为 那是属于先王的血 此时像是要低落了下来 从旗面内不断渗出 它带着一股不可想象的气息 横贯古今 压概日月 绽放出无以伦比的力量 这是至宝 是无上法器 更是西年的先王果世部 曾带着两位先王的尸体 从前方战场而归 血液精华都流进其面中 这个时候 异于不朽之王的血液出现 激怒了战旗 让折服在当中的先王血爆发 因为 它感觉到了西年仇敌的血气 拥有跨越万古的大恨 他们是宿敌 不死不休 从来不可能和平以对 不朽之王的一滴血 虽然可怕 化成了汪洋 但是复活的铁血战旗 更为恐怖 鲜威盖世 原本想要战旗 真正复苏 需要难以想象的神力贯注 要付出巨大代价 且不见得能成功 只能发挥出部分威力 但现在不同了 这一次 他完全是自己复苏 折服的先王血沸腾 滚滚而涌 恨不得要焚烧九中天 那是昔日的鲜血 蕴含着战死的先王 留下的不灭战役 此时 战气滚滚 号星号星号了天上地下 一下子冲击了过去 齐面也不知道 铺展了多少万里 覆盖天穷 轰的一声 他第一时间 击溃了五色血海 直接轰爆 那一滴不朽之血 显出圆形 再次化成一滴 晶莹璀 如一轮很小的天日横空 哄 齐面烈烈 再次飞舞 横扫了过去 那滴血被笼罩 直接被齐面就被吸收了 隐约间听到当中 有仙音震动 那是王之怒 是昔日英灵的吼声 下一刻 天地寂静 所有的可怕意象都不见了 只有一面大旗飘在空中 尘暗红色 带着古朴的气息 鲜血内敛了进去 没有人不骇然 这面战旗 果然比想象的要可怕 极其重要 不朽之王弹出的一滴真血 就这么被他炼花吸收了 一遇百万大军 刚才还在激动呼喊 结果现在戛然而止 所有人都实话 如同泥塑木雕一般 那滴血 就这么被收走了 铁血战旗 复苏地迅速 但是解决掉那滴血后 他又黯淡了 杀 孟天正一声大吼 亲自催动战旗 向着异域大军挥去 齐面化成一片山河 那里有无数高大的身影咆哮 西年面对末世来临时的绝望 还有不屈的眼神都浮现了出来 最后化成熊熊战火 高昂战役 他们冲向敌手 此季 昔日场景重现 曾经战死的英灵 仿佛要从大旗上走出 一同杀敌 虚空中 密密麻麻 到处都是人影 到处都是英灵 跟着呼啸 震动乾坤 杀呀 无数人大吼 那是仙谷的不甘 那是末日的抗争 此时仿佛重灵 大骑招展 轰杀向前方 走 异域几名至尊震撼 全部催动仙器 乾坤代 紫荆锤等几件法器复苏 在这里对抗 尤其是乾坤代 收走海量大军 他们急速退后 这一役 他们失利了 赤朴被俘 生死难料 他们不想再战了 当然 最主要的 还是那低不朽之王的血被收走 令他们胆寒 心有忌惮 哄 虽然有几件仙器 守护遮挡 但是 大骑抖动间 骑面 还是将数万人马覆盖 轰隆一声 全部卷起 而后 他带着那些人到半空 轻轻一震 扑的一声 所有生灵都化成了飞灰 这就是至宝的恐怖之处 真正要是发挥出威力 不可想象 异域大军急速后退 被几件仙器包裹着 冲向天地尽头 这个时候 乾坤代不仅收进去很多人马 最重要的是 几件兵器都发光 形成一片与天气高的守护光雾 裹着所有人急速而顿 杀呀 孟天正出手后 让跟着出城的那些统领 跟着热血沸腾 大吼了起来 拼命催动神力 帮助寄仙器 至于轻暮老人等 几位无敌者 就更不用说了 再催动十戒图 九黄炉等 再吼追杀 杀呀 此时 就是帝关内 许多人也都忍不住 大吼了出来 甚至就是王家 杜家 皮修等族 都有人跟着血脉喷张 因为 这个场面何时见过 帝关的生灵 居然兜着异域大军的屁股追杀 令人激动而畅快 从未有过 可以说 这一战让他们无比的痛快 就是城中的许多大族都坐不住了 一些高手纷纷怒吼着 冲出地关 希望跟着杀敌 大漠浩瀚 但是仙器非同一般 速度极快 迅速穿过了天渊区域 到了地平线的尽头 哄 仙器轰向前去 又有一些异域修饰暴碎 化成血物 虽然有乾坤带 十戒图守护 难以真个绝杀他们 但还是有部分人被震死了 动 突然 大长老止步 不再前进 手持大旗 事宜其他人也驻足 因为 在这里遥望到了天渊外面 那里有恐怖的身影 如同亘古长存的魔山 一般立身在不朽的雾碍中 一动不动 很模糊 看不清 但是却无比的压抑 那是超越了人道 巅峰力量的生灵 他们没有动 在看着天渊 似在私存 像是在想破解之法 追杀到此的各族修士 都止步了 喊杀声止住 他们收起激动的心绪 默默遥望 走 孟天正身体一个亮呛 咳了一口血 说出这样一个字 大长老 孟前辈 许多人惊叫 怕他出现意外 毕竟 不久前的孟天正 一人独自斩杀数位至尊 不可能不付出代价 我无妨 孟天正脸色苍白 最后看了一眼大地 尽头方向 有遗憾 也有不甘 到 何时能杀过去 最后 帝官的修士们 拥促着大长老 向回退去 谁都没有想到 会是这样的大声 临近帝官时 他们忍不住 再次大吼了起来 表达激动的情绪 震动天地 而城中也有人在欢呼 但是 许多人还很冷静 他们知道 这件事还没有完呢 尤其是 京系人马最为惧怕 度假 皮修等族 也很不安 孟天正活着回来了 到时候 会不会清算 许多强者都在猜测 孟天正跟金太君不默 这一次回归 多半要爆发大冲突 此时 金太君正在用力握着拐杖 手指节发青 那是用力过猛所致 显示出他内心的不宁静 因为 他知道 这次孟天正回来后 很有可能会针对他 这一意 孟天正射杀至尊 升伏地族 所向披靡 神威浩瀚 令所有人都欢呼不已 地观沸腾 当他们进城后 也不知道多有多少人围了上来 全都在欢呼 在大吼 神色激动 有人甚至流出泪水 因为 这一战真的很不易 居然这般大胜 在过去的战斗中 他们也不知吃了多少次大亏 从古到今 地观有很多英才陨落 都是各族的传奇角色 结果黯然收场 就是至尊也曾消亡过 今天 孟天正杀出绝世风采 生生逼退百万生灵 横扫万军 神威赫赫 姬心好心好人心 城内 所有道路上都挤满了生灵 都闻讯而至 守在这里 等着大军回归 这一次 敢于出城 参战的各族高手 一个个倍感光彩 骑坐在蛮兽上 昂着头颅 他们也很激动 原本 这些人是要去赴死的 陪孟天正征战 完全是豁出去了 谁能想到 最后进凯旋而归 多少年来 每战必有损伤 城中哀痛 而这一次 形势如此严峻 到最后 却这么辉煌的落幕 超出所有人的预料 孟前辈神威盖世 一些人发自真心的吼出 只因多年的玉器 这一次得以宣泄 斩杀异域至尊 俘虏他们的地族 这是惊天之功 战神 也不知道是谁 第一个喊出 而后许多人 都齐声大喊 声震天地 响彻地成 金泰君面色冷漠 拄着拐杖 跟在他身后的 金系人马 一个个都没有开口 躲在其后 静若寒蝉 这一役 孟天正杀出如此威风 同金泰君 对待抑郁的态度相比 完全是两个极端 许多人都意识到了什么 忍不住 朝那个方向望去 不久前 金泰君交出荒 使他落入异域手中 就此一去不复还 此时想来 很多人都有愧疚 忍不住一声长叹 荒可是立下赫赫战功 斩杀数以千计的敌手 结果却落得这样一个下场 一些人回思后 忍不住想咆哮 太遗憾了 就这么送走了荒 金系人马 一个个脸色难看 此时被人们关注 却没有一点的光彩 相反脸上火辣辣 觉得难受 王家 杜家 皮修等大族 也一个个神色尴尬 早先他们 也一直支持金泰君 谁曾想 却是这么一个局面 而等还不退开 全都围在这里 成什么样子 金泰君呵斥 梦前辈大圣而归 我等在庆贺 令金系人马 没有想到的是 居然有人敢这样 直接顶撞与驳斥 碰 此时 孟天正从轻慕老人手里 接过那颗低血的头颅 直接抛出 落向祖坛 那里 是祭奠阴灵之地 这一幕 再次引发震动 许多人大声喝吼 历代前弦 战死了太多 有些非常的惊念 但却早是 而他们的后代 有不少都在这里 依旧在守护地关 还在长年进行大战 身为他们的后人 心中自然有一股血气汹涌 在嘶吼时 声音都颤抖了 难以自意 甚至哽咽了 孟天正为历代英灵学耻 杀至尊 秦帝族 用不朽之王的后代祭祀他们 自然让各自新朝澎湃 血液沸腾 谢孟前辈 有人大声喊道 可以说 这一刻 孟天正人心所向 各族都在念旗号 可惜了 慌 在这一刻 孟天正说出这么几个字 带着遗憾 带着愤怒 声音冰寒 看向金太君 当听到这些话 各族修士更加羞愤 如果他们全力阻拦 貌似反对 或许不会是这个样子 谁都知道 慌立下了天大的功劳 那口目香光乎甚大 是不朽之王都觊觎的东西 结果他的下场却这么的惨 到了抑郁 他还能有好下场吗 估计 许多大族都不会放过他 毕竟 他杀了异域太多的强者 并且 在地关外时 人们就已经看到 各族纷纷向他出手 甚至 连一位至尊都弹指 禁锢了他 用一名士兵的战矛 刺穿他的胸膛 鲜血淋淋 血洒战场 那一幕 给人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 慌没有低头 依旧直挺挺 他那么的倔强与刚烈 到了异域 能有什么好下场 金泰君开口 我们都知道 不朽之王能过来 但究竟是否要闯天渊 在五五之术 谁都不能确保 慌 确实可惜 地关负他 但是他一个人的生死 却换来了地关五百年的平和气 梦天正咳嗽 嘴角一血 身上的黄金战衣虽然胜烈 但是他自身的脸色却很暗淡 非常苍白 他的身体一阵摇动 有些不稳 面色越发缺少血色了 接着又哇的一声 大口吐出一口血 他身体踉呛 几乎摔倒在地上 梦前辈 许多人惊叫 为他而担忧 人们意识到 梦天正射杀至尊 情祸地足 不是无恙 而是付出了极大的代价 现在伤势发作 金泰君眼中 有金光一闪 他昂着头 看向前方 道 我宁可背负骂名 也要守护地关 保他五百年平静 哄 下一刻 梦天正浑身发光 哪怕受了重伤 依旧血液滚滚而涌 他剑眉倒树 怒发冲冠 推开正在搀扶 他的轻怒老人 一步一步向前逼来 他像是一头怒尸 残破金色假皱带着血 发出刺目的光 冲销而上 那原本乌黑的长发 此时也被染成了金色 一根根晶莹 带着血污 他大步而来 气势强盛到了顶点 梦天正你想做什么 金泰君喝道 他全身古心号心号 刚气澎湃 大道规则环绕 瞳孔森寒 你说那个地方的生灵 五百年后可以降临 来到边荒 梦天正冷声质问 满头发丝都倒竖了起来 所有人都知道 他动了真怒 就是在面对异域大军时 都没有这般 他眼睛都快红了 冷冷地看着金泰君 我金家卫守护帝官 不惜耗费漫长岁月 走访天下 这是花了极大代价 才查出来的 金泰君回应 守护帝官 就这么地出卖 有功英俭 大掌老怒斥 那张年轻而英俊的面孔上 写满了寒意 带着滔天的杀气 在他的体外 黄金烈焰腾腾 他如同浴火重生的战神 气息压盖帝官 逼向金泰君 喝道 我比你更清楚 想让那个地方的生灵降临 根本不是所谓五百年的问题 以所谓的花费巨大代价 所查到的只有这些 这些话语震动了每一个人 所谓等待五百年是空的 一群人都呆住了 如坠冰窖 那个地方的生灵 要看到的是勇气 是我们对抗抑郁的决心 唯有我们自己尽力 血战到底 甚至山穷水尽 他们才会出现 梦天震吼道 他如同一尊战仙 咆哮间 地关都在拱鸣 令许多人面色发白 心胆疾要裂开了 还好 他虽然愤怒 但有意控制 并未伤到众人 不然的话 后果不堪设想 你在妄言 为了积其所谓的士气 故意抹杀 我荆家的功劳 出于私心 你有何功劳 成事不足 败事有余 含了很多人的心 梦天震吼道 谁都没有想到 他会被发怒到这个样子 哄 下一刻 梦天震出手了 向前攻击 你果然是如此 为了那所谓的 含了各族的心 而这般针对我 金太君赤道 寸功未利 也敢贪天之功为己有 不知迟 梦天震大手探出后 遮天蔽玉 金系人全都站立 扑通声不绝于耳 他们都贪软在地上 瑟瑟发抖 根本站不起来 就是有金太君 释放神灰 普照他们 都没有起到作用 这些人如坠冰窖 四灵地狱 战战兢兢 哄 金太君祭出一件古堡 那是一口紫金茧 带着混沌器 向着梦天震轰杀而去 要击穿其大手 当 梦天震并未避退 竟以金色手掌硬汉 击在紫金茧上 响声刺耳 直接震开了至尊兵器 金太君头皮一阵发紧 这可是成道之气 坚固不朽 当中蕴含着大量的仙精 结果就这么被击开了 梦天震你想反了吗 金太君喝道 你习惯性发号施令了吧 反不反 由你而定 太把自己当作一回事了 远处 天脚已嗷嗷地叫道 至于青衣 太阴玉兔 长弓炎等 则都握紧了拳头 期待大长老发威 拿下金太君 哄 大长老不曾让人失望 他太刚猛了 神勇无匹 动用不灭金 那双手掌无间不摧 击穿对方的宝树光幕 到了镜前 给我杀 金太君轻斥 喷出一口血 系在紫金茧上 催动成道气来杀敌 然而 下一刻他的瞳孔睁大了 梦天正的手掌 发出奇异的光 将不灭金运转到了极致镜头 凝结成一个可怕的符号 咔嚓 这一击十分霸道 绝带强横 那只手掌 居然截断了 掺有大量仙精的兵器 所谓的 至尊简断裂了 啪 与此同时 大长老杀到镜前 没有直接镇压 而是一盏袍袖 啪的一声 一个大耳光 扇在了金太君的脸上 你敢如我 金太君一个猎浅 嘴角堂血 面色铁青 从未受过如此奇迟大辱 一个纪元了 他一向霸道 强势习惯了 今天居然挨了一个大嘴巴 这跟天塌地线一般 他目中喷火 浑身战气滚滚 哄 又是一声巨震 大长老又一次甩袖子 如同一片苍穹砸落下来 啊 金太君长笑 浑身发光 血气燃烧 赢了上去 阻挡这一击 动 这一击过后 他身子倒退 挡不住大长老的攻势 并且在那大袖中 孟天正的手掌 再次叹了出来 不灭精 号称世间最强大的炼体之法 一旦修成 徒手皆至尊器 完全没有问题 就更不要说 近距离肉身搏杀了 孟天正一掌拍下 金光绚烂 五根手指头 都化成了黄金色 喷一声 将金太君的宝树光目击穿 啪 并且 这一次他又抽了一巴掌 结结实实地打在金太君的脸上 令他嘴角鲜血长流 若是一般的人 脸部早就成为血物 但金太君毕竟是至尊 拼尽血气 神光澎湃 化解自己最大的危机与羞辱 啊 他一声大叫 倍感耻辱 劈头散发 眼神森寒 急速地倒退着 他没有想到 孟天正这么地冷酷 一点不讲情面 当着这么多人的面 打他这个至尊的耳光 在他看来 哪怕对方跟他清算 找他麻烦 也只是击败后镇压 但有王长生等人在 撂想他最后无恙 他哪里会想到 孟天正这么地杀气滔天 上来就抽起嘴巴 不给他这个至尊 留下半点颜面 他知道 这一意过后 哪怕他是至尊 也将名誉扫地 失去了真正的大威严 哪里有被人删耳光的至尊 金太君笑音恐怖 若是任由传星号 星号开来 附近很多修士 估计都要报岁 行神俱灭 毕竟是人道高峰上的强者 还好 有至尊在此 抬手间 撑开万道神霞 化作遮天光幕 挡住了那种冲击 所有人都呆住了 那可是一位至尊啊 居然连挨巴掌 让众人瞠目结舌 震撼无比 人们简直不敢相信 高高在上的至尊 也会落到这一步 被人这般强势打击 金家一群人 面如死灰 他们最强大的仪仗 金太君都被孟天正这么对待 他们还有什么脾气 杜家 皮修等大族 一个个都心惊肉跳 倍感惶恐 他们的族内 可是没有至尊啊 若是被清算 连金家都不如 一群年轻人 看得神识目眩 都忍不住要高呼 尤其是天脚椅 若非被长公眼死死地按住 估计早就狼嚎了 要大声地嘲笑金太君 因为他觉得太痛快了 轻衣 石冠王等一群人 也都觉得心中畅快 见到身为至尊的金太君 被大长老这么收拾 他们心中倍感舒坦 小兔子死死地捂住嘴巴 不然的话 他真怕自己兴奋地 尖声叫起来 然后又会忍不住 骂上几句老妖婆 至于其他圣灵 主战派早现的憋屈感消失了 现在张了张嘴 真不知道说什么好 想说痛快 又有点担心 孟天正再次前行 依旧出手 面色冷冽 道 你究竟什么都不知道 不明白那群圣灵 所在古界的规矩 还是有意送出荒 他无情出手 目光射人 如同两道闪电在移动 天地间隆隆而轰鸣 不灭金让他的肉身强大无品 哪怕孟天正现在负伤极重 但还是可以力压敌手 所向披靡 金家 七宝树特别 传承于仙谷 且偏向于肉身搏杀意图 在过去赫赫有名 威震九天 是炼体一道的最高传承之一 从该族弟子金展所走的路 就可以窥视一二 他走的是金士法这条路 侧重肉身开辟 身在圣院 将体魄修到了极尽 有传言称 金士法早先时 曾受金家的古金部分影响 可见 这一脉多么的可怕 然而 今日金家所最擅长的 近身搏杀 肉身无匹 遭遇了大麻烦 被孟天正全面压制 原本金太君就非常强 不然何以敢号令各方 辟腻各族 就是因为金家抵运金人 他有那种资本 可现在全面陷入被动 不灭金 不属于这一纪元 自从十号得到后 毫无保留地给大长老观月 他掌握了精髓 如今 孟天正肉身兼顾不灭 全面压制金家独步天下的领域 在肉身意图中不可比拟 金太君很强 但是今日却束手束脚 他最强大的本领被人超越 等于被压着打 毫无还手之力 碰 果然 再次交手后 没过十几招 他又被震得嘴角躺血 同一时间 大长老还展开了自身 所擅长的各种大神通 猛烈压制 攻杀金太君 啪 金太君的面孔 再次挨了一巴掌 躲避不过去 这一次格外地重 哪怕该族肉身天功超绝 也被打得面向破了 并且 他的脸骨裂开 嘴中有牙齿脱落 孟天正你欺人太善 金太君眼神阴冷 这般喝倒 披头散发 他看了一眼王长生 而后再次猛攻 他不屈服 暗中传音王长生 合力镇压孟天正 事实上 大长老早已能镇压他 但没有立刻封印 而是这般出手 当众抽象他的脸颊 实在动了真怒 慌 是唯一以身为众而成功的人 令我等看到了希望 你却别有用心 那样交出 今日杀你都不为过 孟天正喝道 啪 又一个大巴掌 落在金太君的脸上 他躲避不了 明知道对方会攻向那里 可还是遭遇了响亮的耳光 倒有算了吧 今日到此为止 王长生开口 向前走来 做错了事 就要付出代价 大长老不为所动 依旧出手 我合错之友 不就是一个慌吗 金太君眼神冰冷 这般强硬回应 合错之友 不要让我怀疑 你便是地关中的内奸 孟天正喝道 这句话一出 让几位至尊 都拒证不已 你 血口喷人 要讲证据 金太君脸色大变 大声呵斥 哄 这个时候 孟天正全面爆发 气息更胜烈了 根本不像是一个负伤的人 压制得金太君摇摇欲坠 道兄 适可而止吧 该收手了 王长生说道 关于他 我要亲自审一审 孟天正拒绝 老甚与你拼了 金太君吼道 激烈交手间 大长老连续出众手 压制金太君 便要将他封印 枪 这个时候 王长生出手了 并且上来就动用了平乱诀 这是震慑世间的绝世功法 号称有史以来最强三大剑爵之一 攻击力绝世无匹 天下无敌 至于另外两大剑爵 差不多都失传了 纵有也是残缺法 平乱诀 当年增仙谷中期时 大放异彩 有盖世强者 借此逼退异域大军 震慑人间 一柄剑胎 从王长生的眉心冲出 很小 不过巴掌长 通体漆黑 如同墨浴刻成 乌光点点 十分可怕 这是元神剑胎 号称修炼元神的极致法门 锻造元神 成为无坚不摧的剑胎 斩魔杀仙 在仙古时代震撼天下 正 剑鸣声响起 那剑胎逼劲来 这一次 孟天正神情略微凝重 但最后他迅速出手 右手捏法印 直接迎上剑胎 这让王长生瞳孔收缩 十分吃惊 因为孟天正的作战方式 跟以往完全不同了 在过去 他是不会这么硬寒的 当 孟天正弹指 积在剑胎上 并且 他在此过程中 还在前进 不再保留 全面地出手了 啪啪啪 就在这么一瞬间 他压制了金太君 近乎封印 而后反复出手 大耳光用力删出 响声巨大 噗 金太君身体难以振动 算是被半封印了 他张嘴咳血 牙齿全部脱落 这一瞬间 大长老直接一口气 打了他36剂耳光 惊得一群人 眼珠子都差点瞪出来 觉得不可思议 所有人都知道 金太君再也没有 颜面张扬了 被当众这么收拾 大嘴巴啪啪响 还有什么威严 去号令他人 枪 原神剑胎发光 色彩像斑斓转变 越发的恐怖 王长生的确是绝世强大 再次攻击 祭出那口剑胎 当 大长老依旧只是捏拳印 直接轰向剑胎 响声震耳 毫不惧怕 两人 一个肉身修到极致 一个原神武匹 全都是绝世高手 王家的人变色 十分担忧 还是收手吧 青木老人等上前 进行劝阻 王长生收走剑胎 倒也没有强攻 无论如何 金太君都要被封印 我要审问 大长老说道 他明年 必须要查清楚 地关的背叛者要查出 啪 金太君挨了最后一个巴掌 整个人横飞出去 撞在城墙上 而后又落了下来 这一次 他一动不能动了 因为 他遭受了不可想象的重伤 并且被封印了 并且 他露出部分本体 头上有金色的骨脚露出 额上更是有繁复的纹络蔓延 谁愿与我一同审他 孟天正开口问道 大漠孤烟之 长河落日圆 一辆青铜球车被凶兽拉着缓缓而行 两个金属轮子在金色沙漠中留下重重的车折印记 向边框外进发 夕阳将落 如同血一般气焰 染红半边天 大漠浩瀚 广阔无边 狼烟孤立 冲上云霄 远远可见 一条大河横穿这片古战场 呼啸向远方 这本是壮阔的塞外画面 可尔金看起来对于十号来说却有些凄凉 他成为囚徒 被困在青铜战车内 带着枷锁 手脚全都是重重的镣铐 铁链很粗 闪烁冰冷的光泽 带着寒气 他只有一颗头颅 路在囚车外 整个人都被困在车中 一动不能动 那是至尊亲手不下的枷锁 四野 黑压压一大片 都是抑郁的生灵 大军密密麻麻 但是所有生灵都很沉默 没有一个人开口 这非常压抑 这一次 他们败了 数位至尊战死 一位帝族被俘 这是前所未有的大败 每一个人都闭着嘴巴 寡言少语 在前行中 唯有金属甲胄的冰冷声音传出 咔嚓声很清脆 也很冷冽 更加显得压抑难耐 大军通过天渊 横渡大漠 忽然 队伍止住脚步 因为就在前方 有几道高大的身影矗立 如同亘古长存的摩尊般 一动不动 混沌翻涌 将它们遮盖了 没有办法看清 尤其是 那里还有一座祭坛 雨天气高 灰红而壮阔 这是人为搬来的 早些没有这座古老磅礴的法坛 在那祭坛上 很模糊 也很虚幻 有古老的身影盘坐 隐约间可以看到 有光阴碎片冲起 有细小的时间长河流逝 在那里 很奇特 也很朦胧 究竟有几人 根本看不真切 他们如同化石般一动不动 也有人能看到一两人 他们心惊地觉察到 跟自己那一届的古庙中 供奉的泥塑之相 一模一样 拜见不朽之王 几乎是同一时间 有人高呼 而后所有士兵 全部跪倒在地上 前程膜拜 便是那些蛮兽 猛禽等坐骑 也都在地上叩手 带着敬畏 庄严而郑重的行大礼 没有一人敢敷衍 只有一个荒 被锁在囚车中 一动不能动 毅然站立青铜车上 直至祭坛上 有人微微恩了一声 大军才起身 站在这里 他们如同面对着上舱 若蝼蚁 在仰望星空巨龙 这不是一个数量级的 他们没有办法理解 那个世界的生灵是怎样的 有多么的强大 你们退后 就在此时 站在祭坛下的几道高大身影中 有一人开口 吩咐这片大军 众人一震 因为 那几个生灵都是不朽 散发着无以伦比的气息 不过此时被混沌包裹着 看不见真身 大军纪律言明 听到命令后 全都起身 向着更远处而退 不久后 每一个人都感觉压抑 心脏都要停止跳动了 呼吸困难 元神仿佛要裂开了 发生了什么 许多人都不解 吼 突然 一声大吼 从那祭坛上发出 并且有几只大手 一同拍出 轰向后方的天渊 猛烈无匹 强大地让人站立 所有人都呆住了 不朽之王在出手 并且是全力以赴 在他们的周围 有成百上千根大气拔地而起 烈烈作响 不然的话 不要说是他们 连星空都要崩开 不朽之王一吼 天地寄灭 万物都要活活被吼碎 去往生 接着 大气烈烈 增加到上万感 翻飞着 布满在天穷上 守护着下方的百万大军 全都浮现大道纹落 在那祭坛上 有可怕的音波号 星号星号 有几只手掌拍击那身色而浩瀚的天渊 像是要将它撕裂 击穿 大军震撼 所有人都在抬头仰望 不朽之王要扣关吗 看这架势 这是要击穿天渊 想要横渡过去啊 令每一个生灵都心头激动 同时神魂在瑟瑟发抖 尽管有上万面大旗守护 令他们不被波及 但还是有一种大威压 让所有人都在战战兢兢 哄 又是一声巨震 并且有兵器被祭出 其中就有一杆长枪 光耀万古 撕裂天羽 刺进那天渊间 安兰之枪 那是古祖安兰的兵器 号称无间不摧 当年石胸之一的天脚椅 便曾被此枪刺透 血见星空 每一个生灵都震惊地看着 难道现在就要大进攻了 他们都没有心理准备呢 咔嚓 天地间有一道声音传来 那苍鱼仿佛破开了 有霞光照耀 天渊不稳固 如同要崩塌下来一般 破了 要开启通路了 我们要大举攻城了 大军中 有人大吼 神色激动 杀气滔滔 囚车中 十号站在那里 冷漠地看着这一切 平静无声 枪 战矛发光 有一只大手拍击在黄金长枪尾端 加持神力 刺向天渊 轰蹦蹦 突然 天渊那里 飞出成片霞光 带着阴云鲜雾 浩瀚无穷 全部击在金色长矛上 让它矩阵 伴着电闪雷鸣 还有混沌光 这个景象非常可怕 那个地方一片模糊 彻底看不清了 大 直到最后 一声巨震传来 安兰的兵器坠落 出现在祭坛上 被一只大手接住 失败了吗 有人声音发颤 毕竟 这是不朽之王在扣关 再出手 如果他们都没有办法 那么如何跨越过去 谷祖只是在试探 并没有想一定 在今日闯过去 那样会付出血的代价 得不偿失 毅力在祭坛前的一个 高大的身影开口 是一位不朽者 同大军解释 声音停缓 无波无蓝 他让众人安心 不需要胡思乱想 不朽之王想要过去 便是这天渊也挡不住 只是 他们想以全胜姿态军灵 而非减弱自身血气等 很快 这里寂静了 祭坛模糊 被混沌包裹着 没有人能看清那里的景象 再无声息 不朽之王不再出手 动 忽然 一声沉闷的声响 从地下传来 伴着雾碍浮现 动 接着 又是一声巨响 像是有巨人在脉步 震动了浩瀚大漠 从远方接近而来 人们都是一正 不朽在此 谁敢放肆 难道是地关的人又出动了 杀了过来 这不太现实 所有人都退后 一名不朽者吩咐 让他们远离祭坛 不可临近 大军动了 各族强者都带着不解之色 究竟是什么生灵 让不朽者都这么神色正重 接下来 最让他们心惊的是 祭坛上 竟有鼓祖在摆手 另几位不朽者 也向后退去 离开那里 每一个生灵都惊悚 有不可测的敌人到来了吗 哄 突然 一道乌光浮现 从大漠的另一个方位而至 如同有一轮黑色的大日 从地平线上升起 带着汪洋般的波动 每一个人都惊呆了 那是什么 在不朽之王面前 还有什么存在感白谱 闹出这么大的动静 接着 一条黑色的大道 散发着乌光 化成通路 从天地尽头到了这里 伴着诡异而不平和的气息 甚至 有一股射人心魄的气息 黑雾翻涌 在周围浮现 如同世界末日来临了一般 天地都寂静了 仿佛幽冥地狱 要对接到此界 将颠覆大宇宙 那是谁 这是后方所有人的疑问 敢在不朽之王面前散发浩瀚威压 绝对非同等线 黑雾弥漫 那条发出乌光的大道震动 接着 人们看到了一幅场景 见到了在那尽头 到底有何物 那是一座坟 非常巨大 触立在大地边沿上 这由乌光构成的大道通路 便是从那里蔓延而来的 一座大坟 触立天地的尽头 非常的高大 耸露了云霄 成暗红色 土壤仿佛被血水 曾经浸染过 这很奇异 也很惊人 竟是一座大坟出世 并延展出一条通道到了这里 它要做什么 所有人都在观望 并且每一个人都阵阵心悸 有种难以言喻的沉闷感 灵魂仿佛要被人收割走了 而这还是有上万面棋子 封锁天地所致 不然的话 人们简直不敢想象 那大坟的威压 会有多么的可怕 它是 藏室的坟种吗 有人低语 做出这样一种判断 事实上 在抑郁之道 藏室的人并不多 而九天十地了解的人 就更少了 没有几个 青铜囚春类 十号瞳孔急皱收缩 仔细地看着 依旧沉默无声 因为 它也是在不久前 才了解藏室 知道有这种生物 在那之前 可是从来没有接触过 如今 一座大坟横梗 仿佛坐落在 无穷岁月前 有混沌澎湃 有黑雾缭绕 异常地令人心惊肉跳 面对它时 如同在看着 地狱的入口 神魂都在沉沦 要深陷进去 哄 天地巨震 大坟摇动 出现一道缝隙 漆黑如墨 如同连接着 最为可怕的深渊 同一时间 在那个方位 浮现出各种奇景 如成千上万的尸骸 无穷的血海汹涌 蔓延过枯寂的坟区等 最后 这一切都消失了 只剩下一片谷地 谷坟林立 长满荒草 十分凄凉 其中一座大坟最为醒目 藏区 人们意识到 麻烦很大 这大坟 不是从沙漠中浮现的 而是远在藏区中 但它却映现在 也不知道多少万里外 清晰显化 并出现一条通路 这是要干什么 拦阻不朽之王吗 别说是大军 就是不朽者都是一惊 几人到了这个极树 自然知道那片谷地 有着太多的诡异与可怕 当年 异域有修士 挖了藏区一处神秘大坟 结果导致树族歼灭 那还是极其强大的王族 整片祖地都化成了枯地 尸骨成片 也正是自那一次 可怕事件过后 异域高层才真正明白 藏区的恐怖 从此以后 哪怕他们很想知道 数个纪元前的秘密 了解古代 是否存更高层次的生灵 可还是谨慎无比 克制住了 就在此时 一辆袖技斑驳的铜车驶来 沿着发出乌光的大道 被八头长着腐烂羽翼的 高大天马拉着 天马 如今还有后翼在世 但是血脉不纯 真正的无上天马 几乎绝种了 那是最好的坐骑之一 现在 八头体格格外强壮 但是肉身却带着腐烂气息的天马 拉着铜车急速而来 带着幽名气息 轰轰轰 那八匹天马 速度越来越快 而后发出的光辉 简直超越了闪电 拉着铜车时 隆隆作响 油若雷霆 令人吃惊的事情发生了 八匹天马身上的腐烂味道消弱 皮毛开始光亮 同时 它们的腐烂羽翼也在变化 出现生机 到了最后 八匹高大的天马 并毛油亮 如同绸缎子似的 非常神聚 它们的身上长着龙鳞片 背后的羽翼 发出闪电 噼啪作响 开始拍动起来 真正算是风驰电掣 驾驭电光到了境前 所有人都发呆 因为八匹天马复活了 高大威猛 神骏超凡 让人一看 就想降伏为自己的做起 有的天马赤红 如同血垫一般 有的发出紫光 紫气东来 笼罩在身上 有的呈黄金色 璀璨若烈日 神意无比 有的通体乌黑 乌光战战 八郡途中的天马 有人惊呼 很明显 抑郁的修饰非常吃惊 因为它们 从藏区外围 绝出过一些东西 有些时刻上 便有八头特别的天马 跟眼前所见一模一样 铜车很大 也很开阔 在车员上坐着一个干尸 瘦小枯干 直到临近这里时 他才也跟着发生蜕变 他鼓掌起来 不再皮包骨头 浓郁生机释放 化成了一个 眼若金灯般的老者 精神绝朔 只不过不算高 甚至很矮 阿里古拉 他开口 坐在铜车上 并未像祭坛那里失礼 说了一堆话 竟是一不朽之王登车 异域大军中 有不少人欲 大喝出声 在他们看来 不朽之王不容亵渎 任何人都需要礼尽 这个老者赶着马车而来 居然这么大刺刺 很明显 还不是真正的藏地之主 却这么地邀请 他们这一届的鼓祖 有不朽者白手 不让他们开口 故此 场面很静 所有人都看着 没有真正发作出来 显然 异域高层对藏区很忌惮 接着 出乎所有人的预料 祭坛上有不朽之王点头 恩了一声 居然答应登车 要跟他一同去赴约 这是怎么回事 藏区的生灵 邀请我借谷祖去那藏地 有人心惊 噓 不得乱语 有大修士提醒 轰隆 祭坛上 人影消失了 那里不再朦胧 也没有了混沌 反而那辆秀迹斑驳的铜车上 却混沌浓郁了很多倍 甚至 整辆古车都模糊了 看不真切 并且 在铜车周围 有一些不是很长的岁月河流躺过 景象惊逝 不朽之王登上了马车 真的要赴约 而等回去 静静等待 不得踏入藏区半步 那是鱼驼的声音 清晰传到一些统领的耳中 这是下了命令 谁都没有想到 会发生这等变故 神秘的藏区 强大的藏士 居然主动现身了 而且直接拦截不朽之王 请他们入藏地 对于一般的抑郁生灵来说 都不了解那个物种 根本不清楚怎么回事 而对于一些稍有接触 并知道根底的生灵来说 则是内心骇浪滔天 低调的藏士要出事了吗 他们居然拦住不朽之王 要带进藏地去 其实 许多生灵想阻拦 就是几名不朽也忍不住 想要建议 因为 那藏区深处 绝对算是龙坛虎穴 不可轻易踏足 这么多年来 越是了解 他们越觉得那里恐怖 须知 这些生物可是一睡 就是半个纪元那么久远 关于他们的起源 诞生等 充满了迷雾 要挟而可怕 但是 没有人敢质疑不朽之王的决断 只能看着他们动身 乌光点点 那条黑色的大路 一直通向地平线尽头 那与天齐高的血色大坟 八匹天马 溪溜溜长鸣 古星号星号出恐怖的生枝气息 拍动翅膀 拉着铜车 急速而去 几乎一眨眼就消失了 哄 那辆铜车 撞进大坟的黑色缝隙中 宛如进入地狱 就此不见踪影 就这么的离开了 好半天 现场都无人说话 人们非常不解 退居 一位不朽者开口 大军上路 全部向异域方向而去 同时 挤到电芒横空 那是几位不朽 现一步回归异域了 没有在这里耽搁 他们要回去商讨 做出一些决断 因为 不朽之王进藏地深处 那绝对是大事件 从过去到现在 还没有藏王出世过呢 今日却有这种表现 要见安兰 鱼陀等 藏地究竟怎么了 变局要来了吗 在地关内 有人轻语 得到密报 对眼下局势 做出这种判断 边荒外 异域大军中 也有一些人猝眉 觉得情况复杂 这是一个多事之秋 大漠尽头 茂密的树林出现 那些古树非常巨大 有的一株 就如同一座大山般 耸入云霄中 十号没有一句话 身在囚车中 想回头都坐不到 只能向前看 跟着进入异域 穿过丛林 越过一些古老的山地 又走过一些混沌气浓郁的地方 终于 他们进入了一片崭新的世界 别了 帝官 再见了 救徒 对于十号来说 他离开了 但他的大界 将独在异域为囚徒 哄 当深入这片古地后 他明显感觉到了不同 仿佛有成片的雷霆 钻进的体魄内 震动其全身各处 并且 连他的血液都在轰鸣 更是要沸腾了 那是道则 完整无缺的大道 从天上压落下来 对于他来说 如同再被垂击 完整的大道规则 宏大的天意 如同刀锋斩进十号的躯体内 让他满身的骨节暴响 血脉喷张 这是一场变故 突然而来 十号觉得 像是有一座大山碾压而至 又像是 有一柄刀锋斩进新海深处 但仅是一瞬间 很快他就恢复了 时至今日 他早已知道 九天有缺 那一界曾被打得残破 大到不完满了 对于修行者来说 相当于有瑕疵 最终的路不会完满 而今 他进入异域后 深刻体会到了 越发觉得 这一界非同小可 就环境而言 当胜过九天十地很多 若非是囚徒 或许他在这里 能有一番大机缘 因为 如果不限制的话 他可以重塑真身 断其神魂 巩固自身原本的道果 有一种说法 在九天十地修行 除非每一个境界 都超越极尽 不然的话 总会有瑕疵 不是那么的圆满 十号一路走来 他做到了 超越原有境界 一路跨越绝颠 故此 他才能保持 同皆无比的恐怖战力 当然 这也跟他 以身为重的道路有关 不至于太过 倚仗大乾坤 这一路上都很沉默 亦遇大军寂静无声 没有几人开口 因为便是至尊 都猝着眉头 不朽之王进入藏区 谁也不知会发生什么 加速前进 有人喝道 下一刻 大军号星号星号 横渡平原 忽然 十号感觉到了 一股熟悉的气息 他露出一色 当年真的来过这里 数年前 他从三千州前往九天 要加入天神书院时 曾走地关这条路 但在途中 他却掉队并迷失了 当时 曾有一口散发着母气的大顶 开启虚空 将他引入一片奇异的谷地 在那里 他见到了跟九天一样的种族 就是这里 我又来了 十号内心波澜起伏 异常震撼 这果然 就是边荒外 属于抑郁的部分疆土 平原上 有一座巨大的传送阵 所有人都踏了进来 抑郁强者在河里开启法阵 将他激活 哄 混沌光冲销 茫茫不朽 误矮释放 大阵造成的波动 太剧烈了 这是几位至尊 在开启法阵 每一个人都音诵神秘咒语 合力才能开启这座古阵 很明显它 连接着极其重要之地 咔嚓 电闪雷鸣 黄蜂大作 甚至有血雨倾盆的异响 诸多神魔嘶吼 在闪电交织中 这个传送阵 未免太不一般了 正常来说 开启传送之门时 一般都是空间力量喷涌 而现在 却有各种可怕景象 最终 一声巨响 不朽气息弥漫 一条巨大的通道被贯穿 大军号 新号 新号 踏足进去 青铜球车被凶兽拉着 在很多强者的压界下 驶入当中 很快十号就体会到了异常 极其的惊异 终于 当驶出通道时 十号确定了 果然另有乾坤 像是在横渡世界 早先的那片古地 只能算是闯过边荒 是抑郁的外围 而这里 才算是真正的古地 是各大王族等生活的大事件 刚一出来 十号的身体再一次矩阵 各种道则 垂落下来 简直要再速齐驱 重断齐元神 规则更宏大了 穿行过那条通道 他们似乎跨界了 进入拥有最古宇宙法则之地 可以看到 天空中有一条又一条大道规则浮现 真实的显化 凝聚成有形之体 在那里沉浮 浩瀚莫测 远远眺望 有一株磅礴的古树 遮天蔽日 仿佛能笼罩苍穹 那竟然是一株繁茂的世界树 这才进入这片古界中而已 就见到了这样的景象 这片天地太不一般了 灵气浓郁地化不开 地面所有河流都是灵液 而非真正的水泽 在山地间 各种药草遍地 都是上了年份的西式古药 当然 还有一些绝地 也在散发着恐怖气息 比如血色的沼泽 一看就是被无尽尸体填满的 还有火枯 烈焰腾腾 当中有生灵在哀嚎 被拷打 如同身在地狱 这片古界非常巨大 仿佛没有边界尽头 十号凭着一种感觉 发现这里比九天十地 肯定要大很多呗 所谓的世界树 之所以能在这里看到 那是因为它太神秘了 可以映现在这一界的天穷上 让所有人都能看到 事实上 它的根莖 它的枝干 它的叶片 都可以拖着星辰 巨大无比 而经伸展到各地 都在散发最为浓郁的天地之精 回来后 路过一族又一族的七居地 很多队伍离去 回归各族的族地中 在途中 十号曾看到巨大城池 其规模简直快笔的上帝观了 而且不止一座 恢弘无比 大人怎么处置它 终于有人提到了十号 因为 很多军团都已经离去 回到了自己的族中 这一次 不朽之王前往藏区 影响巨大 超过了至尊惨死 地族被俘这些事 各族的统领都急于回去 向族主禀告 关于十号 很多人恨不得立刻杀掉它 在路途上 就有一些人想出手 预斩掉其头颅 为死去的修饰报仇 但是 考虑到它是地族想要的人 是位高层而带回要来的生灵 一般修饰 不敢真个将它击毙掉 因为 他们觉得 这个年轻人不简单 被大人物关注 如果给弄个行神俱灭 不好交代 一时间 便是至尊都很犹豫 到底要怎么处置它呢 李英将它挂成门楼上 告知各族 我们将一个凶徒 缉拿到手 可以祭祀古英灵了 有人说道 因为 在这些天以来 荒得杀孽太重了 一个人而已 就灭掉异域数千修士 遁移境界的 足有超过百人 若是悬挂城墙上 我担心会被人忍不住杀了 有人低语道 但是 各族的高手都想折磨时候 他杀了太多的人 如果轻松放过 对他太仁慈了 高层未有决断前 还是不要妄动了 一位大人物开口 因为他们真的很担心 怕触发禁忌 这一次 他们试探出兵地关 结果大败而归 至尊被射杀 地族被俘虏 唯一的成果 就是 带回来一个荒 投入黑水天牢 只要活着就行 其他不用管 终于 有大人物 做出了决断 他们相信 只要十号还活着 便算是完成了交代 因为再重的伤等 不朽及高手 也可以治疗好 这是一座巨城 为异域十大名城之一 而在古城的地下深处 有一座非常牢固的天牢 存在数个纪元 那么久远了 自古长存 青铜球车被打开 但是十号身上 依旧带着枷锁 粗大铁链缠绕着他的身体 他被推散着 被压进天牢 这里十分黑暗 无比潮湿 常年不见阳光 刚一进来 就听到了振振嘶吼声 声音巨大 震耳欲聋 可以看大 一座又一座监牢中 关押着各种 叫不出名字的种族 都非常的强大 相对来说 掌握境界的时候 可以说 算是这里最低境界的修饰了 然而 他却被严厉对待 依照他的这个境界来说 随便关押到一个牢笼中都可以 因为这样的监牢 关押他这样的小修饰 实在算是浪费 十号被带着 不断深入 到头来 竟进入黑水天牢的最深处区域 将被送进 关押古代巨拨的最坚固牢笼中 随着深入 这片区域安静了下来 没有了嘶吼声 十分的寂静 在这块区域 仿佛没有人 没有关押着生灵 哐荡 一道牢门被打开 砰的一声 十号被扔了进去 重重地撞击在石壁上 跌落在那里 小子 好好地在这里反省 慢慢咀嚼死亡的味道吧 有人喝道 十号没有言声 自从进入抑郁 他一直沉默着 什么都不想说 他看着周围 牢笼很大 紧铃另一座天牢 彼此间 虽然有奇异的石柱 血色神铁等隔绝着 但还是能看清 当然 除此之外 牢笼将有一层淡淡的乌光 光幕有些透明 这才是封印的根本所在 据传勇士不可打破 谁敢触及 会被慢慢炼化掉 十号露出金融 因为 就在旁边最深处的牢笼内 有一具尸体 就掉在那铁柱上 一动不动 干枯而冷冽 你们说 这人死了没有 抑郁也有人在咕弄 看着那具尸体 很是发毛与害怕 都一个多纪元了 他都没有动弹过一下 我觉得早就死透了吧 另有人回应道 这几天内捕章节 今天只有一章了 那座天牢中很幽暗 没有一点生命契机 死气沉沉 一个多纪元以来 都不曾发出过声音与波动 哪怕如此 看管天牢的修士 也在时常关注这座古牢笼 因为 里面关押的人太重要了 巨温有天大的来历 在他们看来 这个人应该早已死去了 漫长岁月 掉在血色神铁柱子上 不曾动弹一下 还能复活吗 只因他太过不一般 哪怕存在一天 也得小心看管着 容不得出现一点纰漏 十号也露出一色 站在牢内 静静地看着对面 那人穿着的服饰 与当时的截然不同 很陈旧 带着暗淡的血迹 不过 在其身上 血已干涸 算是死血 呈黑红色 只有在地上 一个洼地中 残存着暗红色 还有少许不曾干涸的血 隐约间居然可以看到 运着混沌雾 还有雷光 只是 若仔细感应 又会一无所获 那里更像是在 倒映昔日所流残的景 显而易见 他的血非同一般 哪怕已是死血 但还有丝丝混沌气 绝对有惊世的来历 抑郁的人都 对此他带着巨疑 不愿靠近那牢笼 明知他应该死去 一个纪元了 但也觉得发慎 不想沾染上他的气息 总的来说 这个生灵很惨 自己以灰色长发 掉在铁柱子上 并且缠裹着脖子 如同吊死鬼 劈头散发 看不见他的真容 一身兽骨灵循 干枯而冷静 理应算是一具 死去一个多纪元的尸骸 慌 你慢慢享受吧 别太把自己当作一回事 在这里 你什么都不是 被关押进来的 天纵奇才不知反几 一些人曾震骨朔惊 结果到头来怎样 结成结成 有人说道 这狱中 也有我借犯了 大过错的天纵人物 或许可以安排荒根他 或者他同处一劳内 好好交流一番 一个生灵孝道 不过却有些冷 让人感觉到 阴侧侧 寒气息体 算了 他会被打废掉 折磨得不成样子 可能会死 到时候 我等没有办法交差 他能在这座牢笼中 熬下来与否都成问题 有人反对 他们即将退走 在一些人看来 将一个掌我境界的修士 关押在此 太浪费此地 不值得这么行尸动众 只开启这座牢笼的 少许封印吧 不然他会成为一滩浓血 行神俱灭 临去前 一人说道 并且 他们也是这样做的 当激活骨牢笼时 封印之力 被限制在最低等阶 一层非常虚淡的乌光腾起 笼罩这座牢笼 在这片大牢内 以前关押最低等阶的 都是顿意境界的生灵 而且只在极少数 封印之力太强盛了 道横低的人承受不起 很快 十号体会到了这里的 可不知处 当极弱的乌光出现后 整座牢笼一下子 阴气森森 含一刺骨 他的身体被挤压着 一股无形的力量出现 要将它撕裂 最为可怕的是 随着时间的推移 牢笼内变得湿漉漉 有黑色的露珠出现 从墙壁上滚落 下一刻 十号簇眉 觉得撕心裂肺一般的痛 黑色湿气侵蚀 他的肌肤撕裂了 要将它四分五裂一般 当然 最可怕的是双脚处 所谓的战靴 第一时间溶掉了 黑色露珠般的东西 聚集在他的脚掌周围时 带着强烈的腐蚀性 十号忍不住心头悸动 脚掌在烂掉 化成了黑色的星号星号 那种变化太可怕了 很快就触及到了他的脚骨 十号闷哼 这是一种巨大的苦楚 是不可想象的折磨 双脚血肉被黑色水珠腐蚀掉 连骨头都融得破裂 而后烂掉了 这是无法想象之煎熬 而且这么的迅猛 才开始而已 就要毁掉他的一双脚掌了 哪怕他可以血肉再生 重塑肉身 但现在却没有用 因为他带着枷锁 全身被禁锢 无法抗衡 咔 十号双脚烂掉 骨头破碎 他跌坐在那里 快咬碎了牙齿 承受着更为巨大的痛苦 黑水天牢果然有其深意 那乌黑的枝叶 虽然如露水般稀少 但是太恐怖了 内遇莫名的毁灭之力 双腿着地后 对他的伤害自然更大 一时间 他没有任何办法 带着至尊师家的枷锁 他全身被封 没办法抵御 纯凭着绝世肉壳在对抗 换作一般的生灵 早已化成一滩污血 什么都剩不下 啊 终于 十号还是发出了一声怒吼 死不可怕 但是被折磨 憋屈的萧王 却让他很不甘心 这所谓的黑色露珠不断聚集而来 他的下半截身子都快被腐蚀掉了 血肉与骨骼化成黑色的僵液 这个景象很惨 也很瘆人 不好 遗忘了一件事 他身上的枷锁不曾开启 他无自保之力 当走出这片天牢时 有抑郁生灵惊醒 面色彻底变了 因为 就是顿仪境界中的天纵人物 如果身体被禁锢 丢进牢笼内 也会很快化成一滩黑色乌血 尸骨无存 快 有人冲向大牢 是故意遗忘的吧 不过这样弄死他 会惹下大祸的 高层想要活着的他 天牢外 有人说道 不管有事有心 还是无意 事情都发生了 so 有几个生灵赶到这里 妄想牢笼内 他这么强 有人露出一只色 因为荒还活着 只是被化掉了半截身子而已 还并未死去 他的肉身 比顿仪境界的天纵人物都强吗 这是他们的疑问 倒也不用急着将他救出来 慢慢去请至尊 到此开启枷锁都行 一人冷漠地说道 这是要继续折磨时候 但是 有人怕出现大问题 还是将十号的牢门开启 将他弄了出来 随后 他们请来一位至尊 解开了十号身上的静置 去掉枷锁 再次扔进牢笼内 碰 这一次 有人将他重重地扔了进去 砸在牢笼上 响声震耳 十号嘴角流出血墨子 但他一声未坑 继续享受吧 这一次 他们彻底离去了 哼 十号浑身发光 快速修复伤体 而后盘坐在半空中 离开潮湿的地面 他的血液奔涌 神力沸腾 快速恢复肉身 让双腿与脚掌等骨骼生长 血肉再生 琵琶间 如同炒豆子一般 十号觉得 身体在被千锤百炼 重塑的下肢 仿佛更强健了 有一股莫名的力量 完整的大道 无缺的天地规则 十号瞳孔发光 他意识到 这或许是一场大机缘 再抑郁 他可以重塑真身 再翠原神 黑水天牢有一种魔性 哪怕十号悬空 可黑色的枝叶 还是再次聚集而来 摆脱不了 又一次腐蚀其身 起初 十号尝试以神力对抗 结果发现 神力被磨灭 只能延缓被腐蚀的速度 不能真正阻挡 这是什么信号信号 是什么力量 十号醋眉 这样下去的话 当神力干涸时 它还会被化成 一滩黑色的污血 依旧会死 形神俱灭 太被动了 我的神力 需要防住这股力量才行 十号醋眉 眼下艰难 除非它的神力可以蜕变 更强 才可抵黑色枝叶 咦 我的肉身 真的变强了一丝丝 十号仔细感应 这种变化很细微 重塑的躯体 的确不一样了 那就从肉身开始 它没有更好的办法 决定在这里 先重塑躯体 尝试在异域蜕变出 另一具真身来 很快 它的神力内敛 归于体魄中 任黑色枝叶主动接近 粘在其身上 再次毁灭其生机 伤它体魄 若是被人看到 一定会心惊肉跳 十号简直在经历着地狱般的折磨 因为它的血肉 坑坑洼洼洼 深可见骨 鲜血躺落 化成黑色 很多部位都在被腐蚀 不成样子 哄 当进行到一定地步 十号猛力一阵 浑身光芒万丈 消耗神力 暂时震开黑色枝叶与雾气等 开始重塑毁灭掉的部分躯体 这是一种煎熬 唯人间地狱 十号之道 身落异域 很难有好下场 与其等待死亡 不如大胆进行各种尝试 以这个小子的道行来说 能坚持一天一夜吗 黑水天牢外有人问道 荒虽然名气不小 但毕竟修为还低 是天牢中最底层的存在 这片大牢 根本不是为他这样的生灵准备的 弄残可以 但是一定不能让他死掉 不然会有大麻烦 一个看管监牢的强者说道 准备过段时间就去查看一番 仅过了八个时辰 他们就坐不住了 前往那天牢深处 去看十号如何了 虽然很想折磨死荒 但是他们却不敢 怕高层发怒 将他们结果掉 果然是低层次的修饰 不能跟其他境界的生灵相比 差了一些火候 幸好我们来了 当看到十号此时的状态后 有人尝出了一口气 在那牢笼内十号血肉化掉 地上有黑色的污血 都快成骷髅骨了 盘坐半空中不成样子 至于脏腑等都烂掉了 景象凄惨 十分的可怕 毕竟修为还低 哪怕名气不小 但真实道横摆在那里 不可能逆天 另一人说道 哄 然而 他们的话语才落壁 一片赤霞腾起 光耀这座牢笼 震散了黑色露珠等 荒得血肉在缓慢生长 脏腑等再速 有些晶莹 体外如同有神焰在焚烧 璀璨无比 化成神环将它笼罩 它的血肉附生 更加强健有力 牢笼外的几个生灵 一时间正住了 瞳孔收缩 这非常出乎他们的预料 掌握境界的修饰 怎么会这么强然 它在重塑真身 淬炼自我 要蜕变出一具 更加强大的躯体 还真是嚣张啊 当这里是什么地方了 有人寒声道 在他们看来 荒的确超烦 可这不是掌握境界的 生灵应有的表现 这是想逆天吗 将牢笼当作魔力之地 另一人冷冷地说道 神色不是多么的好看 在他们看来 荒这像是在叫板 事实上 十号根本无知无觉 目前沉浸在自己的 苦难世界中 地关那边法则不缺 大到受损 他来到我界 或许会能得到 莫大的好处 一人说道 便要阻止 破坏十号的蜕变 没有必要 即便这一次阻止了 他身在我狱 只要还活着 也会被慢慢地锤炼 让他继续吧 另一人拦阻 并且叫走了所有人 为何 一位强者不解 他们根本不愿成全荒 这个小子有点邪门 甚至可以说 其表现很逆天 这种资质 或许能引起旁边 那个尸骸的注意 你是说 死去一个多纪元的老怪物 可能会复苏 对他惜财 有人吃惊地问道 我倒是希望如此 让那老怪物还阳 在那里传法 只是这不现实 早先开口的人探道 几人都点头 若真发生那种事 对他们来说 将是天大的功劳 因为日后对付十号 比对付那个老怪物 容易多了 我还是有点不甘心 任凭荒在这里 经受我借完满大道的洗礼 岂不是太便宜他 无妨 想废他什么时候不可以 有人冷漠地说道 跟大家说一声 这两天实在是有一些事 所以都只能更新一张 明天先恢复为两张 然后 马上就补回来 黑水天牢很有幽静 也很阴冷 最深处没有生息 有的只是死气沉沉 十号依旧在蜕变中 其身躯不断被腐蚀 融化成污血 甚至骨头都烂掉了 这是名副其实的人间炼狱 过程很煎熬 不可能一撮而救 尤其是 在这个阶段被黑水侵蚀 若想挣脱而重塑真身时 也是需要大量神力的 长此以往 如果总是在牢狱中 十号的神力等 早晚会被消耗干净 一团光腾起 持续了一天一夜的淬炼 暂时告了一个段落 十号睁开眼睛 悬在天牢内 仔细感知自身的一切 毫无疑问 他的肉身变得坚韧了 一番锤炼 虽然不算涅槃 但始终 在向好的方面发展 重塑了机体 而这注定 是一个需要消耗时间的过程 他才来抑郁 一天一夜而已 不可能就让自身 蜕变彻底 这需要时间 也需要付出艰辛代价 才能更进一大步 没有人可以随便成功 哪怕来到了抑郁 也不可能刹那 麻雀变凤凰 甚至 贸然进入抑郁后 如果强行锤炼自身 还可能会容易出现大问题 大到完满 天地规则无缺 突然进入这样的世界 若强行引这些道 则入体熬炼自身时 一般都会遭受剧烈的反噬 这种锤炼 甚至有可能让自身瓦解 魂飞魄散 便是烧瓷器时 还可能会出现大片的残刺品 碎裂的瓷器等呢 就更不要说是 真实的熬炼一生灵望 在这个过程中 十号强行速真身 也遇到了一些险情 但问题不大 熬了过来 它目前面临最大的问题是 黑色的枝叶太可怖 难于应付 虽然也在借此炼体 但不能化解这星号星号的 可怕之处 短暂的休息 十号在私存 如何可以对这种星号星号免疫 这到底是什么东西 如果将真身熬炼到 可以无视黑色枝叶的地步 那么相信 它的法体将会强到极致 算是一种大突破 慢慢强大 淬炼真身 或许到了后期 随着我自身的法体变强 便可渐渐对黑水免疫 再也无拘它 休息片刻后 十号又一次开始修行了 引黑色枝叶浮现到体表 冲击肉身 果然 血肉被腐蚀 骨头再次烂掉 这个过程相当的残忍 也很可怕 哄 很久之后 十号浑身光滑绚烂 再次运转神力 浮烂之躯被修复 再次塑造 令他的体魄非常的惊宁 就这样 十号不断尝试 反复进行 足足进行了八日之久 到了这一步后 他浑身暗淡了 神力濒临干枯 没有神力可以护斥自身 很难进行再次躯体的过程 在此期间 那些看管黑水天牢的生灵 多次来到这里 一个个脸色 不是多么好看 非常吃惊 一个掌握境界的修饰 居然可以坚持这么久 这么长时间 慌主动借引黑水 毁掉身体 而后又损耗神力 重塑真身 这样熬练与突击 消耗真的太恐怖 在抑郁生灵看来 这个境界的天纵修饰 如此地折腾 能坚持一天一夜就不错了 很难得 谁能想到 他会持续这么久 小子 你很是可以啊 又有人来了 见到他这个样子 面色变了又变 同时 他们看了一眼 隔壁的干尸 那个将自己 吊死一个多纪元 始终不曾动弹过的强者 可惜他 依旧无动静 并未出现 所谓的传给荒大法的事 听到外面的动静 时候没有理会 依旧在坚持 这些人倒也没有打搅 只是在看着他 看他到底能坚持到极客 天纵人物 能在掌我境界这般熬练真身 坚持一两天就了不起 这个慌 他到底要走到哪一步 这些人敌视慌 但是也很震惊 到了后来都有些好奇了 想知道他寂静到底在哪里 能走到哪一步 第九天 十号摇摇欲坠 肉身被腐蚀 他耗费最后残留的神力 十分艰难地 又塑了一遍真身 第十天夜里 十号数次昏厥过去 法力几乎干涸了 在这个地方不可能补 只能消耗 这所谓的天牢 就是这么的可怕 但十号也发现 他的机体变强了 抵抗黑水的时间变长了 这个变态 真是一个年轻人吗 他怎么做到的 到了此时 看管监狱的生灵 都在密切地关注着 也怕慌发生意外 而没有办法向高层交差 终于 第十天后 十号近乎游进灯窟 但是他的肉身 的确变强了 经历了难忘的熬练 只是 勉强修复伤体后 他就没有多余的法力了 即将就此而伤 不行 这个家伙不能死在这里 将他拎出去 有声灵动了 开启牢门 将他带出了 那片牢笼绝地 当十号复苏后 发现离开了天牢 身体在自行 吞吐天地精气 重新变得强大起来 只是 他的手脚上 都带着枷锁 又一次被锁住了 当然 这不是至尊 亲手不下的 他还能为神力运转 哄 十号毫不犹豫 在外界 又一次开启了 修行之旅 这是城中 也是地面上 不再是巨城下的 黑水天牢妹 慌 你还真沉得住气 成为了阶下囚 还妄想在我借苦修 是该说你心大 还是该说 你不知道死活 有人忍不住开口 一个囚徒而已 还妄想着崛起吗 另一人淡淡地问道 因为 他们已经看不小去了 十号太沉稳了 来到一遇一声不吭 就是这么埋头苦修 没有已经成为 俘虏的觉悟 他们对十号敌意很浓 若非想他看能坚持多久 以及想以他试探那个老怪物 便早就 针对十号了 现在 他们有些失去了耐心 一边去禀报至尊 一边做起了打算 最近 来询问的荒的人越来越多 我们压力颇大 或许可以带过去 让各族出气 只要小心谨慎 确保他不被杀 应该没有大问题 试探老怪物无果 且十号熬练自身 取得不凡成果后 他们坐不住了 最后 十号被压借着送到城门那里 被吊了起来 这段时间以来 各族修士不断到来 想寻找荒的晦气 主要是他杀了各族大多的高手 而经他成为俘虏 都想针对他 消息很快传开了 引发轰动 荒 被压出来了 被挂在城门楼上 这个柜子手 让我看一看他 究竟是否有三千只手 是否头角争容 到底有什么不凡之处 城门前 挤满了修士 都在盯着看 许多人不加掩饰地露出杀意 荒 你给我去死吧 终于 有人忍不住了 开始出动 果然 荒一出现 成功点燃一些王族的愤怒 让一些人坐不住 第一时间向他出手 哄 还好 这个地方有高手坐镇 一直在严密地注视着 挡住了那些人的攻击 当然 最为重要的是 那块区域 那座城楼上 有法阵守护 确保十号不会被刺杀 慌 你这个凶徒 杀我族人 害死我师叔族 也有今天 落到我见 别想活了 就是一些少女都在叫嚷着 碰 各种杂物等 被人扔出 一同扔向十号那里 有人甚至扔出凶情卵 朝十号的脸上砸去 这一次 看守这里 防范十号被人击杀的生灵 明显放水 任那些人胡乱思维 有些东西砸到了他的身上 在这个过程中 十号的脸色很冷漠 眼神忧碎 甚至有些轻蔑之色 并不在意 你们看到了吗 这个阶下囚 还在蔑视我等 都已经被俘虏了 还在自以为是 有人看到了他的神色 忍不住说道 请几位大人 不要再保护他 如今群情激愤 即便不能立刻杀死他 也可以对他收回一些利息 有人建议 一群懦夫 除了现在 你们敢跟我叫嚣 在战场时 你们在哪里 算什么 全都是被气的菜 来到抑郁后 十号第一次开口了 很明显 他这是在针对众人 主动激化矛盾 荒 少要狂言 偌大的抑郁 胜过你的天才 绝不缺手 若是去请让安兰 于托古祖的后人等出世 还轮得到你张狂吗 有人呵斥 十号平淡地开口 道 不服气就去请啊 真若给我出手的机会 来一个杀一个 来两个杀一双 至于你们 一群人齐上 也都扫个干净 这绝对算在铜马蜂窝 再点炸药桶 来的这些家族 都是跟十号有仇 有族人被他杀死 此时听到他的话语后 自然愤怒 请大人成全 让我们出手杀了他 一群废物 十号挑衅 哄 有些青年怒了 探出一只手掌 就向前拍去 祖树运转 手掌宽大如波及 击穿虚空 要印在十号的身上 退后 看守十号的生灵不敢堵 不刚能让人接近 若是一般情况下 折辱十号 他们很乐意见到 就怕有些人直接下杀手 前辈 为什么庇护他 在这种情况下 我认为就该打残他 有一个年轻人喊道 是这样吗 看守十号的生灵中 有一人说道 并且取出一件 非常强大法器 咚的一声 激在十号的胸膛上面 一刹那 令十号当场吐血 因为 那件兵器非同小可 换做其他掌握境界的修饰 多半就行神军灭了 现在 我给所有人机会 都可以上前 在我的监督下 可以来打荒一巴掌 看守者中 又一人开口 十号人嘴角的鞋躺出 他蔑视众人 叹息道 虎落平原被犬欺 你在说什么 当即就有人大叫 受不得这种话语 异域齐居着好战的种族 他们最在意的 就是真正的战绩 竞争激烈 最容不得别人小觑 尤其世荒 在一些眼中是大仇人 并且他来自地关 被他轻视 被他看不起 另一群人心中 极度不舒服 我是说 你们不敢真正面对我 只有当我戴上枷锁 才敢来到这里嚣张 不然可敢出头 十号不紧不慢地说道 这等于在点燃火药桶 群雄激愤 甚至不少年轻人叫让 要跟十号决战 决战 别做梦了 你们那只是来送死而已 老家伙们会喝货的 不让你们出手 十号嘲笑 你闭嘴 一个看守者喝道 他没有想到 荒居然会这么的张狂 当众挑衅各族修士 让许多人都下不来台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 他所说的是实情 至尊不出 的确还有人可以敌他 怎么怕了 你们不是号称战斗种族吗 十号平淡地问道 接着 他将声音提高 我知道 你们一直不服 想真正找个 同杰生灵击败我 可是 你们能做到吗 你狂妄 这刺激了在场的生灵 眼中凶光闭露 怒视着掉在城门楼上的 十号 我要跟你决战 一些热血青年 不顾后果地叫嚷了起来 这里有些乱了 让看守者顿时投打 他们原本想让各族出气 看到成为阶下囚的荒 不曾想 反倒被气到了 因为 荒比之所有人都霸道 不顾生死 就这么地发出狂言 十号冷笑 道 我在这里说几句实话吧 所谓的王族 真想跟我动手的话 我建议群王旗上 所谓的地族 我也不想一个接着一个地打 你们去多请几人吧 我一并接下 他说得很平淡 但是却激起了轩然大波 动 看守十号的修士出手 再次击出强大法器瑰宝 轰在他的身上 让他身体亮呛 嘴角溢血 因为 不想再次开口了 希望阻止他刺激众人 这不就是证明吗 十号大笑 因为其他人被这种大杀器击中 多半已经形体消亡了 而他却只是渴血 给我关进黑水天牢内 不得放他出来 看守中一个威望比较高的老者喝道 在场这些经历此事的生灵 都在呵斥 让看守者将荒交出来 不要封牢笼内 他们想出手 这件事发酵了 十号的狂言 怎么可能不会被传出 在最短的时间内 引发了众目 因为不仅这座巨城 就是其他疆域 广袤的大地上 诸多族群都知道了 许多人勃然大怒 事件发酵 尽管各族的许多老者拦着 但还是有许多年轻人上路了 赶向黑水天牢所在的巨城 你们听说了吗 荒沦为阶下囚了 还敢放狂言 一个人要挑战我借群雄 妈的 我受不了了 同代中谁能去宰了他 光明正大的 一个人在正面击败他 很多人蜂拥而来 赶向黑水城 谁都知道 荒这是在故意挑衅 但还是忍不住 许多年轻人赶向黑水城 要见证他落败的景象 我堂堂一语 同代人中 难道就没有一个人能收拾他 帝族还等什么 出关吧 来一两个秒杀他 有人大吼 可是 很快黑水城就有消息传来 说荒还曾在天牢中放言 称不羡年岁 哪怕老辈人物来挑战也可以 并且所有想出手的人都可以比他高一个境界 狂徒 谁去杀了他 尽管很多人都知道 荒预料到了自己的结局 故此才这么疯狂挑衅 年轻人真是受不得机 给我回去 都来黑水城做什么 有老者呵斥 荒会死在抑郁中 他这是故意叫板天下人 不要理会 还有前辈修士说道 前辈 你等这样拦阻 这不是间接证明 慌不可敌吗 有人叹道 并补充 如果上去一个人 就能斩了他的头颅 你们会拦阻我等 这真的是在灭我们自己的威风啊 一个囚徒叫板天下 却无人能降服的他 食辱啊 有人大吼 年轻一代 有很多人受不了这种刺激 纷纷要求 必须将荒带出来 他们要跟他一战 看守天牢的修士 一个个头大无比 遇上荒这种 早已不在乎性命的狂徒 他们有些无奈 怎么也没有想到 风波这么剧烈 外界传言 沸沸扬扬 挑动起各方的愤怒情绪 令黑水天牢内的一群牢头 很是没辙 事情闹大了 甚至 有一些老辈王族也上火了 不相信没有人能击败荒 也要求放出那狂徒来 就在今日 族族来了十八位老王 很想亲自出手 至于中青代 就更不要说了 一个个杀气腾腾 人数众多 密密麻麻 迫于压力 最后牢头硬着头皮 满足了各族的一些愿望 将荒放了出来 出手了 有人真的跟荒交手了 在众人的关注中 在前方大声的吼声中 一场战斗便开始了 可是 这才开始没多久 便又迅速结束了 扑 荒从容出手 将一人轰爆 太弱了 十号摇头 至于抑郁的各族修士 则脸色难看 很多人忍不住呵斥他 咦 黄龙道人来了 这老道功夫惊人 实力强大 居然被惊动了 他也跟十号交手 有人认出了一个老道人的身份 深感震惊 因为这可是前辈高手 活了极大的年岁 曾是他那个时代的天纵人物 可惜他跟至尊无缘 这么多年来始终在顿一境界 好 扮着一声龙吟 黄龙道人出手了 动用祖术 要轰杀十号 可惜 这个老者虽然强大 并且跟十号 的确激烈搏杀了一阵时间 但到头来 还是被一巴掌击中 肉身当即就被击碎 原神艰险逃走 你敢行凶 有人大喝 输不起吗 就不要向我挑战了 十号漫不经心地回应 毫不在意地大笑着 明知自身有可能要陨落 他是彻底豁出去了 意外得到回应 有一大群生灵来挑战他 这是十号所希望见到的 多杀几个敌手 便是赚到了 然而 对于黑水城周围 广袤土地上的生灵来说 这一日黑暗无比 十号一口气连挫败十八王 并展露一些中清代的头领 凶威滔天 这简直在成全荒 哪怕他最后注定要死 结果有这等战绩 这些辉煌 会让各族越发的无奈与气愤 有人忍不住了 想请求至尊出手 但却又开不了口 那样压制荒芜意义 会更进一步证明 此界同阶中 无人是其对手 事情闹大了 一群王出手 结果都败了 传闻越来越多 越发地让人发呆 这真的很像是一个人 在挑战抑郁 消息封锁不了 传向其他祖地 各族很多修士都在关注 黑水城的人束手无策 也让其他地域的人 跟着惊慕 昨天称呼抑郁时失误 已改正 写作时间很晚 果然容易出问题 黑水天牢中 十号无声地坐着 忍受黑色枝叶的侵蚀 身体剧痛 但是他似乎已经习惯了 连眉头都没有皱一下 他大胜而归 连挫败黑水城附近的各大王族 引发巨大波澜 自然也遭受了惩罚 被关进天牢后 他依旧被带着镣铐等 被困着 虽然不再是至尊亲手示威 但想运转法力也很困难 这是一种折磨 他被牢头报复了 现在主动蜕变体魄 都不行 只能被动承受着煎熬 因为 这次的风波不小 影响极坏 同看守天牢的几名强者 所料到的结果完全不同 原本他们想让各族出气 践踏荒的尊严 一同来观看阶下囚 谁能料到 到头来反倒成全了荒 他们低估了自己这一届各大王族的自尊心 各族的强者都想从哪里跌倒 便从哪里爬起来 可是 到头来这些王族生灵都自取其辱 一个个不但没有从原地爬起 反而掉进了更深的坑中 一群王族出手 结果被一个年轻的荒稀利镇压 一路横推了过去 杀到他们没有脾气 这真是难言的羞辱 一个接下囚而已 让一群人灰头土脸 胸中有一股浴火 但就是发泄不出来 好战的民族 栽了这么一个跟头 让很多人都抓狂 确切地说 他们被一个人连着踹倒了两次 最后一脚 更是如同被踩进了地坑中 异常的羞愤 火气极大 十号血肉被腐蚀 骨头再次破烂不少 但在牢狱中一声不吭 闭着眼睛 体会这种剧痛 没有神力可用 时间一长 他自然会被化成污血 但在活着的这个过程中 这种身在地狱中的煎熬 也是一种魔力 他没有怨天怨地 没有沮丧 心灵反而宁静了 静静地体会 感受着黑色枝叶 带来的疮痛等 若是能活下去 他知道 自己一定会越来越强 因为抑郁的法则是完整的 每时每刻都在锤炼他 在这里生存 只要身体不被困着 一定会越来越强 哪怕他什么都不做 完整的法则都会主动 熬练齐驱 慌 你在挑战我们最后的耐心 我等不介意 现在就废掉你 然后将你丢出去 任个足出戒 天牢外 有人低声说道 那里站了几个生灵 都是负责看管 这里囚徒的强者 是不是来了更多的人 想让我出去 十号睁开眼睛 平淡地问道 牢笼外 那几人不说话 都在盯着他 眼神越发地冷了 杀意引线 正如十号所说的那般 黑水城越来越热闹 更远地区的修饰赶来 都是出名的大族强者 要求见到荒 黑水天牢的牢头有点头大 他们低估了这次风波 荒树敌真的太多了 尤其是死在他手中的 都是名门望族子弟 闹出越来越大的动静 你如果放明白一些 或许可以安度余生 若是再进行你无所谓的狂妄 注定会凄惨 一个牢头阴冷地说道 你想我怎么做 一个注定没有好下场的人 我会在意你们吗 十号自嘲 眼中带着轻面 而在这个过程中 他的部分躯体被融化 成为污血 带他出去 一人喝倒 十号又被带出天牢 出现在黑水城中 这一次没有被吊在城门前 而是直接被带到了 城中最大的决斗场 这个地方很大 容纳数十上百万人 都根本没有问题 就是为强者准备的战场 来到这里后 十号拖着破烂的躯体 不时亮枪 双腿还在躺血 就被牢头逼近了这片 注定要成为战场的地方 这里有很多的生灵 一眼望去 形态各异 三颗头颅的黑色胸胶 背负着雪白羽翼的利人 脑后笼罩着神环的堕落古僧 与天祈高的子血巨人 来的族群太多 都是顶级大族 方圆数百万里的各大王族都到了 此外还有其他疆域中的豪族等 显而易见 黄团 黄图 荒 所带来的风波超乎想象 引发许多生灵不满 都想看着他被人击败 斩杀 十号看着他们 直接开口 又来了一群废物 有没有所谓的上古十大高手 有没有所谓的地族生灵 没有的话都滚吧 谁都没有想到 那个身体伤残 还在堂写的年轻人族 这么的嚣张 他们还没有行动呢 他却主动奚落了 当着数十万修士的面 慌在在这里大放厥词 不用十号再刺激 一群年轻人眼睛都红了 就是老辈修士 也都双眉倒数 瞳孔中寒光毕露 太嚣张了 从来都是他们俯视地关那边的生灵 可是 一个俘虏而已 如今成为囚徒 却在藐视他们 这么的看不起人 慌 你算什么东西 一会儿活寡了你 有人恼羞成怒 连你借的祖先 都成为了我们的奴仆 如今有些还活着 在各族被一使 你哪里来的自信 有人反击 想羞辱十号 十号促眉 但最后只是冷淡的开口 说那些没用 我只知道 如果光明正大一战 你们都是废物 时至今日 抑郁不少人都觉得不可思议 他们应该占据主动才对 结果就是 被这么一个囚徒弄得干火大动 说到底 还是民风使然 因为好战 一向强势 他们俯视着九天十地 始终不能接受 荒可以压制他们 今日可有地族来 若是到了 我想 我们的憋屈可以结束了 有人在滴雨 来了 我听闻有数位年轻的地族大人 分别走出自家的谷地 被人请出 赶到黑水城 这些消息私下传出后 引发了巨大的轰动 许多人都在期待着 我来与你一战 一头堂屋出现 下半身为雪亮的蜈蚣身 双臂则是银色镰刀 这是一个十分强大的王族 昔日 十号曾经杀过这一王族高手 不过 这一头分明更强 早已身在顿一径 而且是一个中年人 沉着脸 化成一道荧光急速而来 十号深吸了一口气 浑身晶莹 迅速治疗双腿 他站在原地没有动 只是一只拳头在发光 灿灿夺目 因为 他的身体状态不是很好 或许说很糟糕 刚从牢笼中出来 还没有复原呢 不过 他依旧无惧 刹那间 猛吸了一口气 又全化成金黄色 蒸腾起鲜物 并伴着成片的道则 这一刻 十号有深刻体会 在异域施展 不灭金很不同 完整的道则笼罩 连金色的拳头都异常了 毫无疑问 这是强大的体现 哄 下一刻 十号出拳 迎了上去 轰向前方 金色拳头击穿天地 规则秩序 缭绕齐全指 紧向害人 唐巫带着冷裤之色 脸上还有一种 微不可见的嘲讽 直接硬汗 手臂为唐臂 如同银色长刀 披落下来 同样 他也带着大道规则 撕开了长空 伴着些许混沌气 极其强大 嗯 十号醋眉 他觉得身体不对 撕裂般的痛 本源不稳 挥出去的拳头都攥不住了 金光暗淡 他看到了对方脸上隐去的嘲讽 也见到了几名牢头脸上的诡异笑容 历时明白了 这是有针对性的 就是要将他挫败 十号明白了 看管黑水天牢的几名强者 在他身上动了手脚 关键时刻 他们有所动作干扰这场战斗 他们就是想让荒当众被击败 受到羞辱 结束这些日子以来的风波 悲劣 十号额头青睛直跳 吼 一声大吼 他通体发光 体内有很多门在开启 清光汇聚在一起 形成一枚种子 在他体内绽放 轰隆 他的躯体出现裂痕 要被撕裂了 那是有人在暗中出手 在他身上动过手脚 现在全面阻击他 只是 十号的拳头还是亮起了 越发的璀璨 重新化成金黄色 爆发出比先前还要强大的力量 前所未有 十号癫狂 不顾身体其他部位被撕裂 右臂金黄 拳头带着大道的气息 无坚不摧 迎了上去 咔嚓 当撞在那血量长刀时 清脆的响声传来 堂屋的手臂被撕裂开了 而后爆碎 接着那一拳 有穿透堂屋的胸膛 破 唐屋族的大修士 被十号轰爆 他动用了超越了极限的力量 拼尽法力 调动体内所有潜能 将所有的杀意与战力 集中在这一世中 所有人都发呆 一招而已 唐屋族大高手 就被轰杀 几名牢头面色铁青 近日他们早有安排 结果还是没有能拦住十号 又让他大胜了一场 这实在令他们恼火 难道真的只能请地族下场 几名牢头知道 的确有这等人物到了 几位牢头脸色铁青 这样的安排 都让荒淫了 至于各族修士 九成九的生灵 都不知道其中隐情 只有极少人 知道他们动了手段 要让荒大败 故此 许多人见到唐屋一招惨败 全都哗然 不是不知道荒厉害 但是这么变态 也未免太离谱了 这个地方不能宁静 人生鼎沸 但 此时十号也付出了代价 肉身撕裂 是由内部开始的 如同一个玻璃瓶 遭受撞击 裂痕密布 他身上鲜血淋淋 本源受伤了 这很严重 当初 他在神药山脉中 就曾伤到本源 怎么都治不好 严重威胁到了性命 最后还是突破进展 我进食 才真正彻底痊愈的 现在又负伤了 被几名老头暗中加害 荒负伤了 他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强大 刚才为了一招避敌 他付出了巨大代价 有人喊道 因为有目共睹 他身上伤口很多 包括眉心也是如此 裂痕斑斑 血迹躺落 可 十号吐出一口血 他看向众人 尤其是几名老头 冷笑连连 道 这就是此界的骄傲 所谓的好战种族 就是这般 然而 他马上就说不下去了 暗中有一股可怕的力量汹涌 刺向其眉心 阻止他道出真相来 十号知道 几名老头怕事情败露 异域生灵 的确有他们的骄傲 不然的话 也不会有这么一群强者 执意要跟十号单独开战 就是自尊使然 但老一辈的修士 有部分人起血 却不见得那么热 不是特别刚烈 有些人比如老头 更希望看到一个胜利的结果 他们不惜动用手段 暗中作弊 减弱十号的胜算 让他在人前丢人 结束这场风波 因为 这些人看来 不管是真正击败十号 还是动用了手段 让他在人前大败 都是一个效果 那样的话 不仅能平息风波 还可鼓舞士气 唯有大圣 才能让好战的各族生灵出一口恶气 真正释怀 而不再这么憋气与愤懑 年轻人 你在说什么 修辱我戒修士还不够吗 还要诬蔑 一名老头冷淡地问道 绝不可能承认什么 卑鄙 到头来 十号也只能艰难吐出这么两个字 因为神念传音 也被暗中阻挡了 我来斩念 此时 一声惊天动地的鹤声传来 一头金色的山羊走来 很奇特 因为一般露出本体者 都是稀有物种 黄金羊 天见一脉的传承者 有人惊诧 感觉出乎意料 这一脉居然出现了 这不是普通的生灵 一双黄金羊角 是剑鞘 藏有两柄天剑 是该族所拥有的大杀器 尸成天剑一脉 只是 这一族终究是没落了 血统不再纯净 不然的话 遥望古代岁月 他们极度地辉煌 当年这一族 险些出现两位不朽之王 可惜 那两位绝世人物 都只于最后半步 一个战死九天上 一个作画在闭关地 自那极尽辉煌后 该族一个多纪元以来 都很低调 少有强者走出 将我封印 直接斩杀吧 十号看向几名牢头 这一次 他眉心一血 艰难吐出这么一些话 你什么意思 屡次如我借修士 真的张狂到了极点 一位牢头呵斥道 十号盘坐下来 一动不动了 拒绝战斗 荒 你不敢一战吗 黄金羊冷冷地问道 十号不理会 张嘴吐出一片清光 要在虚空中刻字 结果有名牢头一声冷哼 给震散了 他们当中 有一人一只脚 迈入了至尊境 实力非常的强大 自然可以轻易做到这一切 实力超凡脱俗 哈哈 十号大笑 可以发出这种声音 在异域修士的眼中 这是轻炼 以及看不起 突然 暗中有人传音 道 帝族来了 速速解决慌 不然的话 我怕那几年轻大人中 有人跟他真正决战 赢了的话 自然没问题 输了的话 会让各族震撼与失望 几名牢头文言 都为之一震 帝族 他们认为 应该可以慌决战 但是 万一要败了的话 影响太大了 故此最好让十号先败掉 可是 现在十号不开口 盘坐在那里 一副不会出手的样子 让他们恼火 慌 只要你不乱说什么 我们给你公平决战的机会 不再干预 迫不得已 暗中有一位牢头传音 十号漠然扫视他们 很长时间后才点头 道 好 许多人都露出一色 觉察到刚才一定发生了什么 不然的话 慌 为何这么的怪异 慌 你这般小剧我剑 当付出代价 黄金阳走来 临到决战时 他才化成人形 这是一个男子 不知道真实年岁 看起来三十几岁的样子 一头金色的长发 头上有一对黄金鸡脚 杀 两人决战 黄金阳上来就 祭出一片剑光 足有十万道 喷勃无尽杀意 轰杀十号 十号演化雷蒂法 一座雷池浮现 刚猛而霸气 喷吐无数雷霆 闪电交织 劈在每一道剑光上 哄 响声剧烈 万剑齐鸣 雷霆狂暴 这个地方剧烈抖动 枪 黄金阳长笑 头上的鸡脚一起脱落 从当中 飞出两道黄金剑芒 太璀璨了 割裂苍语 照耀古今 这剑芒超乎想象的强大 蕴含着岁月的气息 仿佛能带动时间的力量 哄 十号狂暴 体内骨纹交织密密麻麻 尤其是胸膛前 更是有一片赤胜的纹络亮起 他在催动自己天生的至尊术 轮回 那两道时光剑芒斩来时 他捏法印 轰出轮回宝树 动 天地间 响起一阵惊雷声 沉闷而害人 可以看到时光的力量交织 在那里碰撞 原来是他 当见到这一幕时 有人低语 认出黄金阳的另一重身份 千年前年轻一代 曾有一位神秘强者 擅长这种剑光 带着岁月气息 千年前的年轻天王之一 在那一代人中 排尽了前几名 可这么一个强大的修士 还是不能拿下荒 碰 随着碰撞 顿一境界的黄金阳 欲感到不祥 因为他的机体颤抖 被十号的拳印擦中了 他觉得一下子变得虚弱了 因为 他的身体在老化 机体开始褶皱 分明是被剥夺了岁月 中了时光之力 他的时光剑芒 没有奈何慌 相反被对方的轮回神通擦中 剥夺了他的岁月 啊 黄金阳大叫 满头金色长发枯败 已可以看到的速度老化 衰败不堪 眼看就要败亡 杀 他一声大吼 催动两根黄金脚 这本是剑鞘 但几名牢头 曾帮他祭练过一番 让他若是危急关头 可以猛烈催动 是 剑气机心号心号 其中一只金色羊脚中 机设神盲 将十号的胸膛冻穿了 还有一道剑气 则险些刺中 他的眉心 擦着他脸颊而过 那是超越了黄金阳自身的力量 哄 最后 那两根机脚炸开了 从当中汹涌而出成片的光 带着神秘的符文 这是一座小型沙镇 此时爆开 威力是极其惊人的 在外人看来 黄金阳拼命了 因为 他的身体跟着被炸开 看起来像是在自爆 要拉着荒一起上路 只有十号知道 根本不是这么一回事 那羊脚剑鞘 被人做了手脚 本不应如此 扑 黄金阳暴碎 死掉了 同一时间 十号被撕裂 也十分凄惨 眼看就要彻底爆碎 当然 几名牢头不可能看着他真正死亡 会出手援救的 因为荒室高层从地关带回来的人 只是 还没有等他们出手 十号肉身闪耀 虽然被撕裂 但是并未爆碎 坑坑洼洼 他身上有很多前后透亮的血洞 仙气弥漫 血液涌动 再快速愈合 这身体强的离谱 十号居然硬抗了下来 没有死 哈哈 十号大笑 带着冷冽 带着轻面 还有一些愤懑 连战姐都要被人剥夺吗 他分明可以大胜 却被这人这么的干预 接连被阻击 几名牢头 袭击他在所有人面前惨败 洞 金光澎湃 有一名绝世美男子走来 背负着金色的羽翼 长发齐腰 身体笼罩神环 不染人士俗气 超凡入胜 把他交给我 宫廷一战 他开口道 贺子鸣 许多人惊诧 这是贺无双的后人 号称年轻一代第一人 传闻他远胜其他同代修士 可以跟一直折服不出的 地族同龄人叫板 尤其是 近来有传闻称 他曾被盖世高手指点 帮他活血 为他熬练身体 实力一下子更恐怖了 除了他之外 还有几道朦胧的身影 都很模糊 共有四人 从不同方位走来 都带着混沌器 强大射人 帝族 一下子就来了四名 有点意思 值得我等出手 但是 外人不要干预 我要的是真正的决战 他是一块上架的磨刀石 有一位年轻男子开口 有着绝对的自信 这四人中 有一位女子连不轻移 美眸灿灿 到了境前 混沌器散开时 露出绝世容颜 她肌肤晶莹 白如羊之玉 眸子灵动 发丝光滑柔顺 如同广寒仙子凌晨 带着不识人间烟火的气息 这个女子非常美丽 事所罕见 当十号盯着她看时 有种熟悉感 很快 她心中一动 想到了一个名字 墨仙 传闻 她是人族 但是令地族都觉得惊艳 被不朽接引而去 并进入地族谷地 跟着一同在那里修行 明天开始补羹 墨仙 身材修长 秀发柔顺 瓜子脸 带眉弯弯 大眼水灵灵 根本看不出 她是一个可与地族比肩的女子 因为 她太亲历了 有种与世无争的气质 漂亮的不像话 我弟弟还好吗 墨仙主动开口 她走上前来 仙物相伴 看起来飘渺而灵动 如同从那云山深处 走出的折仙子 让人跟着心神宁静 便是抑郁那些生灵 也都少了几分浮躁 不再过于计较刚才的惨败 向前凝视 这个女子太惊艳 引人瞩目 她很好 洞悉真相后 幡然悔悟 十号答道 这让不少人发猛 不明白他们在说什么 因为 在他们看来 那可是一位地族啊 而且还是一位女子 应该算是第一次出事 怎么跟荒访若是旧时 决斗场周围有 数十万修士 而且来头都极大 属于王族等 号称黑水城方圆 数百上千万里的 豪族成员 只是 没有几人知道 墨仙的真正身份 所谓真相 也只是流于表面 还有更深层次的东西啊 墨仙轻轻一探 精致的面孔 宛若上天的无暇杰作 微风吹来 星号星号起 他那光滑而柔顺的长发 他藕臂青苔 以束手拢了拢长发 空灵而出尘 墨仙 十分美丽 可是十号 以前从未见到过他 之所以能认出 那是因为 对他的弟弟比较熟悉 十号收服一个侍从 名为墨道 曾在天神书院 引发轰动 因为那是抑郁的生灵 当年 他从仙谷战场降服 带回书院 墨道性格坚毅 说一世一被十号击败后 吕行诺言 一直追随在他的后方 那是一个极其俊秀的少年 并修出三道仙气 是真正的良才美智 为墨仙的亲弟弟 长相上有相似之处 故此十号第一时间认出了墨仙 跟异域生灵交手多次 十号早已知道墨仙这个人 因为不止一个生灵 赞叹过这个女子 天赋绝世 远超墨道 在他出路争容时 就被帝族选中 直接带走 那是不可想象的 帝族何其骄傲 怎会容忍一个人族 跟他们同修 但墨仙就是有这种资格 足以说明他天分 多么的惊人 我很担心弟弟 未来会很乱 将超越所有人的想象 在那黑暗岁月中 我都不知道 还能否见到他 墨仙平静地说道 十号没有想到 他竟会说出这么一番话来 帝族的年轻大人 请镇压荒 养我借天威 远处有人喊道 已经忍不住了 内心激动 血液澎湃 因为帝族号称最强大的种族 有这样的人到场 而且一来就是四人 难道还降服不了荒吗 所有人都觉得 扬眉吐气的时候到了 这些日子以来 屡屡被荒羞辱 听到的都是糟糕的消息 让他们觉得心中憋闷 战斗民族 什么时候这么窝囊过 若非地族所棄居的古地 实在可怕 一般的人不可临近 早就有成天的修士 去请他们走出祖地了 然而 墨仙退后了 并未出手 咦 墨师妹你不想出手吗 我还以为你要掂量他呢 旁边有人开口 名为乌昆 自然是真正的地族 乌昆身形高大 虽为人形 但是足有一丈高 被混沌气笼罩 如同一头最凶狂的猛兽在蛰伏 他一头紫发 偶尔扬起 飘出混沌乌癌笼罩的范围外 同时他机体结实 都是剑子肉 跟一根又一根钢条般贴在身上 在他转动身体 斩动手臂时 虚空模糊 隆隆作响 压他的空间 所有人都倒吸冷气 这就是地族 未免太变态了 随意的动作就压他虚空 这实在强大的有点离谱 哎 不好意思 最近正在修炼一种体术 才摸着一些门道 很不适应 还无法有效地控制住所有力量 乌坤解释 众人文言都露出异色 地族修炼的体术 绝对是盖世心法 所有人都只能羡慕 但却不会极度 因为 彼此间差距太大 连极度的资格都没有 若无意外 地族有数的几个嫡系成员 将来很有可能会成为不朽 是此阶最强大的守护者 需要各族鼎领膜拜 我弟弟在地关那边 曾追随慌 倒也没有吃苦 我现在不想跟他交手 不愿我弟弟在那边受牵连 墨仙很随和地说道 身材高大的乌坤点头 仗许高的身躯摇动间 如同一座铁塔般 地动山摇 他叹道 我修炼功法 还未真挚圆满 现在虽然健烈欣喜 但却还得克制一段时间 四名地族年轻人 有两人表态 暂时不会出手 出乎所有人的预料 既然你们都无法出手 就让我来吧 这么上架的摸刀石 太难得了 有人开口 很是轻慢 一步一步走来 这正是四名地族中的一个生灵 看样子 虽然是人形的 但也绝对不可能是人族 这是谁 来自哪个地族 决斗场中 很多人心潮澎湃 一个个都激动无比 终于盼到地族要出击了 地族的年轻大人请出手 镇压此辽 有人忍不住大喊道 看来这个荒 的确让各位愤懑了 引发众怒 我便与他走上百招 这个男子说道 应该很年轻 听声音也能感觉得出来 他名鱼鱼 脉部间混沌扩散 带着龙龙声 仿佛一尊帝王 在推动日月星辰而行 带着强大而射人的契机 哼 鱼鱼修要大意 一会儿 已若是被这个荒鸡败 口吐鲜血 那可很不好看 第四名地族年轻人开口 他名庆坤 此时 跟他们同来的贺子鸣 也露出淡淡笑意 显然 他能走在这里 的确有跟地族比肩的资格 是吗 真叫我打得口喷鲜血 我也认了 鱼鱼说道 起初 十号觉得他很消狂 张嘴就说 十号是磨刀石 现在看他这么坦然 又觉得 此人是随心所欲 因为 鱼语足够强 根本不需要婉转 就是这么的直接 或许也可称之为 桀骜不驯 败点荒 我估计你们那一族的老家伙会癫狂 培养你那么多年 若是刚一出世就大败 估计会被你气死 庆坤身在混沌中 哈哈大笑 庆坤你少说风凉话 看我如何镇压他 什么荒 什么横推年轻一代无对手 我家里还有几个老奴仆呢 当年也有这种称号 是帝官那边的人口中的所谓的先民 算是他们的祖先 那等人物都败了 如今在我祖古地中 为奴为仆 而这个荒在那片越发恶劣的天地环境中修行 又能成什么气候 鱼语冷笑了起来 墨仙 乌坤 鱼语 庆坤 十号知道了四名帝族的姓名 当然 确切地说 墨仙应该不算 只是被帝族看中 等同视之 同时 十号脸上露出怒意 早先他还认为语语自负 只是说话冲 但现在对他恶感开始增加 这样当着他的面 羞辱九天鲜明 令十号目光冰冷 他知道 仙古纪元的一些强者 的确有些被俘 命运多舛 慌 你给我过来 让我看一看 你这块磨刀石是否合格 鱼语淡淡地说道 还是那么的张扬 随心所欲 我怕你这口烂刀承受不起 会断掉 十号开口 脾气还挺冲 来 来 让我掂量一下 你有几斤几两 究竟是磨刀石 还是一根要将我刺出血的钉子 鱼语说道 他出手了 星号星号开物矮 急速而来 速度太快了 长空被撕开 伴着赤剩的神光 那是他躯体发出的雷霆之光 他并不是在动用祖术 而只是因为行动间 自然带动出的天地之威 有大道规则出现 缠绕在他的身上 别说各大王族的年轻人 就是顿一境界巅峰的大修士等 也都瞳孔收缩 盯着那里 所谓地族 果然恐怖 欲太可怕了 肉身横肚而来 自带异象 光是这种天地赋予的自然之力 就足以秒杀很多强者 哄 十号则上来就是一拳 直接向前轰杀 任务艰巨 还要再写两张 动 天地间 像是有一声龙银发出 撕开天雨 又若再开天辟地 这声音是道泽的绽放 是秩序的交织 十号跟雨雨激烈碰撞 直接就撞击在一起 不过 很明显 十号很不好受 因为 刚在不久前 他就已经遭遇重创 那几名牢头搞鬼 险些撕裂他 又用法震爆开 伤了其躯体 现在他进行这种战斗 体内一些伤口 直接就被撕开了 这极为干扰他的发挥 长时间激战下去的话 那种消极影响会更大 哄 十号捏拳印 没有说什么 哪怕身体有伤 不在最巅峰状态 也要迎战 要跟此人分高下 或许可以说 他是想直接情下雨雨 对现在的十号而言 心有吞天志 只要是同代人 无论遇到谁 他都无拘 有意思 算是一块不错的石头 我收定了 雨雨相当的淡定 更是十分的自负 交手后这般说道 远处 顿时传来欢呼声 异域各族修士 都非常激动 没有比再好的消息了 自从荒出手以来 至尊之下 很难寻到对手 让他们心中发堵 现在 终于有人要灭他的威风了 你说得太早了 十号身体内精血滚滚 他在快速疗伤 这是几名牢头 给他留下的暗伤 同一时间 远方几名牢头 神色变化莫测 他们很担心 十号若是败了的话 也就罢了 皆大欢喜 可若是胜了 那真的将成为一场风暴 他们几人彼此凝视 不希望成全荒 来吧 雨雨面色冷峻 一刹那间 张口无止 而后捏拳印 乌光浮现 紧接着黑暗无比 如同乌云一般 向着笼罩 他的手指 已经变得漆黑 急速向前拍击 一瞬间 天地都朦胧了 如同深夜来临 这个地方伸手不见五指 开天拳 所有人都动容 这是赫赫有名的一种祖术 只有鱼鱼所在的地族才拥有 号称开天拳 有开天辟地之威 哄 果然 当极尽黑暗来临后 那里突然爆发 快速璀璨无边 如同在开天一般 破开了黑暗 得见光明 这一拳威力太大了 磅礴无比 气势滚滚 然而 面对这样一击 十号从容应对 他施展散佛八试 掌指拍击 专寻对手的弱点 赢了上去 拳鱼掌碰撞 发出剧烈轰鸣声 当然 他们的身体 其实并未接触 被盗则包裹着 彼此间所对决的是 大盗规则 是真正的秩序神练 仔细观察 可以发现在 他们拳头还有掌指上 缭绕着一根 又一根链条 那是道则所化 最是凶险 这种争锋 一个不慎 就可能会有 负灭的危险 哄 两人对击后 光滑万丈 直至归于宁静 他们都露出一色 十号早先有伤 且是本源有裂痕 故此 在战斗中 自身受到了 极为消极的影响 谁占据了上风 远处 有人关注 发出疑问 抑郁的生灵 恨不得于宁立刻取胜 将十号镇压 然而 几位老头 却是心中巨条 露出担忧之色 因为他们很清楚 十号不在巅峰状态 本源都有裂痕了 发挥受影响 但是这次对决 不曾有败相 不行 得阻止他 不能让他再战了 一位老头说道 因为 若是荒鸡败鱼语 那就是踏着地族上位 这影响将极其不好 十分糟糕 但是 他们又不好 真个去暗中出手 因为几名地族 不同于常人 是真的想跟荒芬个胜负 如果暗中相助 那几人不见得领情 是 霞光闪耀 灿烂无比 那是一套枷锁 迅速出现 刹那将十号困住了 还好 有至尊出手了 一名牢头擦汗 黑水城怎么可能没有至尊 甚至有不朽 一切都是 为了看守地下的牢笼 历代都很严肃与郑重 在这里戒备 刚才 几名牢头快速禀告了一位至尊 结果第一时间得到回应 并锁住十号 怎么回事 许多人叫喊出声 至尊有令 荒虽然是重犯 但是不能死 还有大用处 一位牢头开口 并进一步解释 道 至尊担心 荒被地族年轻强者击杀 故此 算是一种保护吧 莫先 贺子明等少数几人听的无语 那两人激战 根本没有分出胜负 怎么就得出荒会大败 并被杀的结论 尤其是 一个阶下囚 还值得这么保护 但是 一群王族都在欢呼 兴奋无比 将这当成了荆轲玉律 认为应该是真的 只有十号 露出嘲讽的冷笑 并毫不妥协 道 我会败 是你们的至尊 看出另外的端倪 再晚一步 帝族同样要不尔等的后尘 会被斩杀 这样的话语 自然引发嘈杂声 一群人叫嚷 不服 就开启我的枷锁 战斗到底 十号毫不在乎 是否会被惩罚与报复 因为身陷异域 他从来就没有想到过 会有好下场 所以不会让自己委屈 此时 与与周围的混沌散开 他露出真容 可谓风神如玉 非常的俊秀 是一个绝世美男子 但是 他的脸色却不是很好看 道 我想继续战斗 要收走这个磨刀石 这恐怕不行 上面有命令 不容慌有失 而这是不朽者 最早先的要求 一名牢头摇头 地族虽超然 但年轻人面对至尊 不朽等 也不能随意 需要敬重 鱼鱼一身白衣 仙尘不染 称得尚是儒雅而飘逸 但是脸色微冷 有些破坏了气质 丝丝混沌气 依旧缭绕在体外 他向着十号走来 最后猛地腾空而起 砰的一声 凌空踹在了十号的胸口 让他亮腔倒退 嘴里吐血 鱼鱼就是未慌而来 可是却受阻 不能继续了 借此发现 一些抑郁的王族 欢声雷动 哪怕知道是因为 十号被枷锁困住 难以动用法力反抗 但看在众人 心里还是觉得很振奋 因为 不少人主观上相信 帝族强于慌 败幸而来 不能出手了 鱼鱼冷冷地说道 十号目光冰冷 带着怒涩 他被人封印 不能出手 结果这名帝族 居然凌空踏在他身上一脚 这是一种羞辱 怎么 你不服吗 可惜啊 短时间内 你没有办法解开封印 鱼鱼说道 你狠走运 若非我被封印 你已经败亡了 十号冷冷地说道 这让远处众人震撼 荒果然是一贯的嚣张 比之地族还自负 依旧是一个狂徒 你说什么 鱼鱼寒声道 一步一步向前而来 逼近了十号 他不仅是在威胁 还想借此进一步探究十号的各种秘密 这一次 共有数名地族年轻人赶来 都有这种目的 许多人都已经听闻地知道 荒被高层惦记 肯定有什么秘密 所以地族年轻人来到这里 想先一步弄清楚 暂时先本分一些吧 鱼鱼说道 冷淡地拍拍了十号的尖头 道 好好活着 我会再找你的 碰 然而 出乎所有人的预料 十号突然发难 哪怕带着枷锁 还是动手了 枷锁等封印的是他的法力 但是 其肉身依旧强大 在这么近的距离内 十号锁住鱼鱼的景象 死命地勒紧 这也太突然了 超乎所有人的预料 这 发生了什么 所有人都吃惊得张大了嘴巴 不敢相信 十号肉身强决 法力被封 但是这么近的距离内 体魄坚固 竟还是有一批之力 正好扯住鱼鱼 咳 鱼鱼咳嗽 他有些抓狂 因为做梦 都没有想到 荒会给他来这么一下 对方没有法力了 还如何叫板 事实上 鱼鱼果然算是失策了 哪怕他浑身发光 动用强大的法力 一时间也没有改变什么 给我开 鱼鱼大鹤 并攻击十号 动用最强大法力 砰的一声 终于松开了 至于鱼鱼脖子上鲜血淋淋 颈相几乎断掉 这也太可怕了 哪怕荒被戴上枷锁 还险些 让地族发生不测 荒有多么变态 带着枷锁 依旧差点掐断 一名地族的脖子 这太震撼人心了 一群人哗然 全都大脚出声 就在刚才 不少人都非常担心 那一刻 一些自尊心很强的 王族星都提到了嗓子眼 因为 若是让荒掐死一名地族 那笑话就太大了 即便没有那种 惨烈的事情发生 但依旧让一群人很是无语 至于当事人 于宇宇则脸色冷冽 太疏忽了 太大意了 就这么稍微一接近 居然让荒死死地 勒住了他的脖子 所有人都有点后怕 荒若是没有被封印 刚才也许真的扯断了 一名地族的脖子 摘下了他的头颅 呵呵 乌坤大笑 他跟一座铁塔似的 身躯高过丈 忍不住放声大笑 于宇 怎么如此不小心 荒带着镣铐 身上缠绕着铁链 都险些将你击毙啊 这块磨刀石真的 可能会绷断你这口破刀 庆坤也笑道 到了这一刻 恐怕也唯有 同为地族的两人 才敢这么地取笑 鱼鱼脸色铁青 十分难看 这一次 他再次逼了过去 同时 乌坤 贺子明 庆坤也都跟进 来到近前 很想探十号的元神 这是他们积极来此 并争先接触荒的原因所在 想知道他到底有什么秘密 让高层对他感兴趣 而等不得妄动 他的眉心内有诸多禁止 若是探寻 可能会直接自爆 就在这时 城中有一道声音响起 这几人皱眉 有至尊提醒 他们不得不重视 不敢争个出手了 虽然他们身份超然 但是也不能乱来 可惜啊 终究是没有人敢与我一战 十号在那里开口 依旧是满不在乎 这听得鱼鱼 眉心清金浮现 神色越发地冷冽了 他跟荒的战斗被阻止 难道说 前辈至尊不看好他 既然你好战 喜欢争斗 我成全你 城中 那道声音冷漠地说道 接下来 城中的至尊宣布了一件事 要将荒送到战神书院 当作战者 帮人误导 当消息传出后 所有人都惊呼 而后许多人的眼睛都亮了起来 非常的期待 当然 还有一部人很失望 终究是没有见到 帝族高手镇压十号 他们想看到的 是一场大决战 希望见到有人光明正大的压制荒 养此戒天威 战神书院啊 我等有机会进去吗 此时 许多人纷纷一轮 眼神热切 充满了西纪 这座书院来头极大 是异域十大书院之一 从这里走出的修士 号称战神 都是战场上可以横行无际 所向披靡的存在 当然 最后能得到战神称号的 没有几人 绝大多数生灵都只是陪衬 因为那个称号 不是随便能得到的 战神书院 来历悠久 是黑水城所在的这片广袤大地上 最重要的传承 这书院来头极大 早先曾属于一位不朽之王 只不过那个生灵 在征伐九天时代就战死了 其一地成为了一座书院 陨落的不朽之王 落魔 当十号听到这个名字时 心中一震 当年 在大赤天边疆 他便已经知道这个名字 落魔于仙谷末年死在那里 你们应该知道 战神书院每年 只有一千个名额在内修行 不仅会有至尊讲道 还有不朽现身 今年也不例外 城中 再次想起那冷漠的声音 相对于浩瀚的义语 人口无数 这么一点的名额 实在少得可怜 有意思 既然将荒送到那里去 我不介意 也去凑个热闹 庆坤说道 我也去 鱼语含着脸点头 至于墨仙 贺子明 乌坤 也都没有过多思索 就决定前往那里 原因只有一个 那就是 荒将成为那里的战者 不然的话 他们身为地族 家族的古地 比知识区的不朽之王 留下的遗地要强多了 何须来此 消息传开 四方震动 这一日 不仅黑水城嘈杂 就是其他各地的 许多修士听闻后 也相当地吃惊 因为 今年的真的非同一般 不仅有荒城为战者 还有庶民地族年轻强者 要现身 赶往那里 毫无疑问 这对许多人 形成致命的 星号星号力 诸多高手动身 决定去争夺 今年的名额 毕竟 地族能有几家 至于其他圣灵来说 十大书院本身就无上圣地 值得去闯关 就更不要说 今年的战神书院 与众不同了 书院不在城中 而是在远处的一片山脉内 这个地方很奇特 远远望去 如同上万头真龙折服 走近才能发现 那是一条又一条山岭 太形象了 这块山地中 有的地方黑雾滔天 充满不祥 有的地域紫气东来 带着祥和气 还有的地方赤霞震震 如同血光冲消 这是一片极其复杂的地势 一眼看不透他的深浅 当年 不朽之王落魔 曾在此修行 是他遗留下的古地 着实非同小可 当然 这片所谓的祖地 最核心区域 被落魔的后代搬走了 不然的话 跟真正的地族古地 相比也没有太大区别 便是如此 这里也是神圣之地 战神书院里面的学生 因年岁 境界等不同 而分为几个等阶 历年来 能留下的 肯定都是精英 因为 每年重新开启书院时 不同年龄段 还有不同境界的学生 都会遭到与之对应的 新人的挑战 失败者离开 胜者留下 最终 这书院内始终保留千人 名额术不会改变 山门宏大 阴云光雾争腾 这片书院占地极广 十号来了 他自然没有所谓的资格 去争夺那千人名额 他能来这里 只是以战者的身份加入 到时候帮人误导 在战神书院 进行激烈的选拔战时 十号已经先一步被带进书院 并被关押到一片黑暗之地 算是牢笼 到了这里后 他动容 因为见到数百生灵 跟他一样 带着枷锁 捆绑着铁链 都如同囚徒一般 又来了一个人 小子 你犯了什么大错 被罚到此 有生灵问道 嗯 居然是人族 嘿 这就难怪了 失败者的后代 大多一生下来 就为仆从 当听到这些话后 十号眸子冷冽 同时 他心中一震 因为在这里 他见到了数十人 同样为人族 但是 他们的状态很糟糕 一个个很麻木 冷漠 你 是九天十地那边过来的人族 十号很激动 向其中一人开口 结果 那个中年男子一语不发 连看都没有看他一眼 十分的麻木 没有任何的回忆 你们怎么不说话啊 十号大声问道 向其他人开口 注定要死在这里 天生为战仆 他们一个个心如死灰 没有希望 早已麻木了 一个老者说道 这是一头蟒牛精 虽非人族 但是十号感觉到 这应该也是九天的生灵 只不过 如今说的却是 异域的话语 你 你也是从地关那边过来的 十号问道 我的祖先是从那边过来的 当然 很不光彩 当年被俘虏 被逼成为某一王族的仆从 老蟒牛说道 他很疑惑 看着十号 因为能从其神念中 知道什么意思 但是却听不懂 这个年轻人口中说的话 难道那是 九天的话语 这么漫长岁月过去了 你还能讲九天的话语 老蟒牛发出疑问 我刚从地关那边过来 十号说道 什么 这一刻 就是那些麻木的生灵 也都惊叫出声 震撼地望着他 又开战了 那边又输了吗 有人问道 还没有说 十号摇了摇头 而后 他询问这些人是怎么回事 你看到了吗 数百生灵中 有三分之一都是九天后裔 被送到这里当作战者 注定会死在这里啊 老蟒牛说道 西年 被俘虏过来的一些生灵 其后代只能围扑 主要是被一些书院 大族等压制着 来到这个地方 难有好下场 需要在战神书院中陪人战斗 让那些天才于血腥实战中提升自己 当然 被关在这里的生灵中 还有大半是抑郁的本土生灵 都曾犯过大错 不可饶恕 才沦落到这里 当十号彻底了解这里的情况后 一阵感慨 多年过去 还有九天的后裔存在 只不过处境太糟蹋 他很愤怒 也很心伤 从九天投靠到抑郁的生灵 如今过得很好 而当年的硬骨头其后代 真的很可悲 数日后 战神书院的千人名额确定了 仅在第二日而已 这片黑暗牢笼就被打开了 来了 我们的悲惨命运开始了 老蟒牛叹道 陪那些人战斗 为了培养出战神 十号眸光冷冽 韩生道 若敢辱我等 当让他们明白 真正的战神带着枷锁 他杀意弥漫 目光冰寒 大道宫 一座悬在半空中的巨宫 容纳数十万人都不成问题 常年被混沌物矮包裹着 这是战神书院最出名的悟道地之一 因为 每隔一段时间 都会有高手来讲经 传授玄傲大法 下方 山岭成片 阴晕惊气腾腾 而半空中 大道宫常年悬浮 流转神秘秩序规则 并伴着万物武器 黑色天牢开启 十号还有一批人被带走 最后全都被送进大道宫内 有些人不是第一次来了 比如那头老蟒牛 刚一临近时 她的身体一阵站立 因为 对这个地方太熟悉了 每一次都要经历血腥煎熬 她能活下来很不易 这是蒋经之地 是悟道之所 同时也蕴含着决斗场 鞠躬足够广阔 可容纳数十万人一同坐下 而战神书院 总共只能有千人入内 常年再次聆听道经 参悟大道 故此 这个地方始终非常空旷 不会坐满人 且有足够的地方切磋 在那前方 有一片蒲团 不多不少 整整一千 而今日那里有数百人盘坐 正在聆听至尊讲道 一时间这里各种异象分成 道则化成龙 在这里盘舞 秩序化作大道金莲 于虚空中绽放 此外 还有锐光万条 龙凤齐鸣等 并且 在此地中 大道龙龙 如同在开天辟地 弥漫出成片的符号 那是最本源的东西 十号经义 她虽然来得晚了 蒋经进入尾声 但还是体会到了一种非凡的力量 令她有悟到的迹象 随着十号盘坐在道台上的模糊身影消失 蒋经完 那人就消失了 无声无息 据闻 那人虽为至尊 但触摸到了不朽的领域 早晚会迈不进去 为一群年轻人讲道足矣 至尊离去 道台周围出现几道身影 俯瞰着诸多聆听经文者 询问他们 是否还有疑惑 这几人年岁都不算小 一只脚已迈入至尊境 修为超凡 不是讲经者 但是却也可以帮人解惑 前辈 我有一些不明白 生灵的潜能极尽 果然 真正的讲道者离去后 这些聆听道经的修士 分成树谷 围绕几人 再次请教 有人提出不少问题 几位老者耐心解答 因人而异 潜能不同 唯有不断突破 与开启身体宝藏 才能逐步真正认清 自己的极限 一位老者说道 随后 他一招手 从战者中选出一人 让他到境前去 全面释放祖树 压制那个生灵 所谓战者 就是为了 陪天才血战的 可悲生灵 不是奴仆 就是曾经犯了 大错的死囚 他们的命不值钱 可以随时被收割 努力对抗 竭尽所能 老者吩咐道 那名战者文言 顿时战战兢兢兢 因为他知道 自己可能要死了 哄 一股强大的波动 将他压制 让其骨骼先后 劈啪作响 接着体内 又如闷雷般 震动了几次 咔嚓 下一刻 那个生灵 竭尽所能 也未能保住自己 周身许多骨头 被压迫地折断了 可见有多么的霸道 他体内的骨头 是被那位真正的 半部至尊所压断的 而且 这种趋势不变 还在进行中 他的机体都要烂掉了 一朵又一朵 血花绽放 扑 到了后来 连他的眉心都炸开 鲜血淋淋 至于头盖骨 更是四分五裂 啊 这个生灵惨叫 眼神赤红 剧烈挣扎 大声咆哮 注意观察 你们来看 半部至尊非常冷静 掌心发光 成片的瑞霞 他洒落在那个人族身上 让他的躯体 近乎透明起来 这里 还有这里 神力喷涌 法则共鸣 他点指那惨叫的 生灵的肉身 让聆听道经的人 辨认身体上一些 关键不韦 你们再仔细看 这些骨头断裂后 他的体内自行发光 血肉共鸣了起来 这是潜力的雏形 开启阶段 半部至尊讲解 他再次加力 令手中的战者浑身是血 整个人都要崩碎了 看仔细了嘛 当一个生物 濒临死尽时 那些神秘潜能 会加速释放 半部至尊讲解 指着那个血肉 模糊的人的一些部位 远处 诸多战者发毛 有些人的第一次 出现在战神书院 忍不住颤抖 这种下场太可悲了 那就是他们的命运吗 至于十号 目光冰冷 他有些难以接受 这种画面 同时 他不得不探 抑郁果然残酷 同时也十分的可怕 为了探索修行路 不惜残害其他修士 扑 这个人身体抱碎半边 而后直接被那位 半部至尊扔到了一边 你们可曾注意 当他的身体承受到极限 并且自身受伤最严重时 所释放的潜力 则越大的惊人 半部至尊说道 那个人侥幸活了下来 虽然半边身子都破烂了 但终究能复原 还可以活下去 十号咬牙 这根本就没有将所谓的战者 当成人看啊 如同在面对稻草人 野兽等 前辈 怎样才能利用天地中的大事 或者说是自然规则等 迅速压制强敌 瓦解他们的祖数等 有人问道 很简单 真正跟天地共鸣 比如天人合一 可先天不败 再利用规则与秩序等 针对几个妖念 这一次 半部至尊说完 一招手 呼的一声狂风大作 将十号身边的老蟒牛 拘禁了过去 老蟒牛很强 但是却比不上 即将成为至尊的生灵 就是这般 借天地大事 镇压而下 能击穿一般的守护光幕 半部至尊解释 他果然迅速出手 击穿一些光幕 没有动用祖数 而是利用天地中某种大事 或者说宏大的无形大道 击破老蟒牛的护体光幕 瓦解了他的左树 扑 最后 老蟒牛浑身是血 跌回十号身边 其头上的脚 还不如咔嚓一声算了 干净而果断 十号目光更加冰寒了 这些人 还真是肆无忌惮 你们自己去体验一番 老者说道 接下来 巨宫中一阵嘈杂 有些乱 果然 很残酷 也很血腥 因为巨宫中开始了一些战斗 有的人研究人体潜能 有的人注重薄杀 有的人在参悟想掌握的规则 扑 结果 才开始没多长时间而已 带来的战者 就消耗了很多 紧接着 巨宫内有人死去 血见殿堂 看到了吗 就是这么的残酷 老蛮牛叹道 这一次他活了下来 能继续存活 便是最大的惊喜 到头来 荒也被选中了 要跟人却切磋 陪着战斗 但是 很快 他就被认出身份 哪怕他披头散发 遮住了大半张面孔也不行 这引发很大的波澜 他们不是不知道荒在这里 但是蒋经的地方有几处 没有人料到 荒被进这处悬空的巨宫 选中十号的生灵 不敢动手了 跟荒切磋 那多半会找死 无妨 他已经带上枷锁 这是至尊亲手炼制的 将严格限制他 不会行凶 也不会无法无天了 是吗 所谓大事 就是这样 他虽为荒 威名远拨 但还是成为阶下囚 现在你们调动天地自然大事之威 压制荒事一事 半步至尊说道 结果 那些圣灵争先恐后 一同出手 哼 哪怕十号带着枷锁 速度还只是十分迅速的 身体自动发光 异常的渲烂 当看到周围的战者惨叫响起 并有性命危险后 十号面色冷漠 但是身体 却爆发异常渲烂的光 哪怕有枷锁在身 都阻挡不住 砰砰砰 接连有些人被震飞 所谓的天地大事形成合力 直接被撕裂了 哗啦 并且 十号手上的铁链等 剧烈摇动起来 他抖手间 将一人的脖子跟缠绕上了 猛力一勒 扑的一声 人头滚落 大殿很空旷 一直有流泻事件 但是当战神树苑的天 才被勒断脖子 意义完全不同了 有人怒视 还有人呵斥 看来要补的章节 又多了一张 请不吝点赞 订阅